豪门千金为了嫁给心意的爱人隐心埋名放弃豪门继承权 却被当作拜金女被婆婆欺负被老公无事 苏南和傅叶川结婚三年还是没捂热她的那颗心 结婚三年傅叶川每次联系苏南都是为了让她去医院卖血给乔婉柔成了一栋血库 绿茶乔婉柔还屡次发照片挑衅 这时婆婆打来电话指引庸人今天休息 婆婆便呵斥她还不滚回来做饭 苏南放弃了亲人朋友过得连庸人都不如 经营了三年的婚姻到头来不过是笑话一场 丈夫又发来短信让她去医院献血 苏南心灰意冷地提出了离婚 丈夫立马打来了电话以为她闲钱少要加钱 而这次女人的目光变得坚定 傅叶川一个小时后我们明正局见不然就让她等死吧 来到明正局的傅叶川阴沉着脸 苏南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 我知道这个月你多献了血 但是我已经补偿给你了 苏南淡淡地回了一句离婚吧 苏南你真的以为就只有你能献血了吗 苏南你别后悔 苏南起身拿起离婚证语气坚定地说道我最后悔的就是三年前嫁给你 放心最后一次我去献血也去算账 傅叶川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算了她活不下去的时候自然会来求我 医院里乔婉柔见苏南来了 洋装关心她身体会不会吃不消 苏南直接开门见山质问乔婉柔短信和照片是你发的吧 什么短信我不知道 苏南扬起手直接给了乔婉柔一耳光 傅叶川挡在乔婉柔身前质问她是不是疯了 苏南将一打照片砸在傅叶川胸口 然而傅叶川却质问她是怎么拿到这些相片的 乔婉柔你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才叫小三现在你满意了 我祝你成功上位 叶川苏南是误会了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这不是我拍的 一定是她找人拍来诬陷我 她楚楚可怜地拽了拽服叶川的衣袖 叶川是不是苏南给我献血影响了你们的感情 我真的不知道照片的事 我可以用成衡的名义发誓 她可是你出生入死的战友临死前把我托付给你的 这句话让傅叶川再次相信乔婉柔 傅叶川质问苏南你因为这个才要离婚 见苏南冷笑不与傅叶川并未计较 算了 乔婉柔的病情重要 先献血把照片的事过后再和她解释 苏南看向一旁的医生 你们确定她需要输血吗 乔婉柔给医生使眼色 哪知医生早已被收买了 乔小姐刚刚摔倒了腿部失血严重需要输血 面对着沉默的真相 苏南直接用手揭开被干下的肮脏 她拆开乔婉柔膝盖上的绷带 所谓的失血严重只不过是擦破了皮 我再来晚一点恐怕就要愈合了吧 乔婉柔慌忙向傅叶川解释 叶川不是这样的 我身体若输血恢复得快 隔一两周就受伤一次你可真是娇贵 以后让傅叶川再取一个冤大头给你当一栋血苦 离开病房的苏南跌坐在椅子上 她眼眸中的委屈再也藏不住 她打电话给大哥 15分钟后一道身影停在苏南面前 她小心翼翼地将妹妹抱起 傅叶川问医生腿部受伤这种程度需要献血吗 你们医院的专业能力就是这样 是乔小姐的吩咐 她说您同意了 而且每次献血您都在 傅总 我们再也不敢了 傅叶川心声嘶嘶愧疚 乔婉柔我是不是太纵容她了 看来苏南执意离婚是误会了我和乔婉柔的关系 她想打电话和苏南解释清楚 然而电话那头已经关机 随即她叫保镖去找苏南 十分钟后傅总没有找到太太 监控被黑客侵入 我们无法查到证人到哪里去了 傅叶川拖着下巴思考着 苏南身无分文离婚以后能去哪里呢 傅叶川怒吼保镖快去找 找到立马通知她 你觉得苏南会回心转意吗 苏南和傅叶川结婚三年 还是没五热她的那颗心 结婚三年傅叶川每次联系苏南 都是为了让她去医院卖血给乔婉柔 乔婉柔还屡次挑衅 让苏南的三年婚姻变成了一个笑话 本想离婚后让一切结束 却不想离婚也要被当成一栋血枯 苏南只好回家继承亿万家产 苏家别墅苏南睡醒了睁开眼睛 看到熟悉的环境眼角不自觉地流泪 最终自己还是回来了 突然闺蜜与父亲推开门 却看到苏南在哭 父亲说到哭什么不就是离婚吗 我们苏家难道还养不起你吗 看着这些年被自己冷落的朋友和家人 苏南再也忍不住扑进了爸爸的怀里 他这是最后一次为那个渣男哭泣 父亲安慰到傻孩子从小到大没受过半分委屈 苏南当初说好的三年为限 他没有爱上你你就回来继承公司 现在你要遵守约定哦 苏南擦拭着眼泪眼神坚定地说 放心吧爸爸我不会再那么傻了 过去的三年就当作是人生最宝贵的学习 既然他不接受我 我应该做回原本骄傲自信的苏家千金 爸爸也庆幸女儿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心 爸爸让你大哥先陪你熟悉一下公司 然后选个好日子举办欢迎晚宴宣布你的身份 闺蜜小鱼为他斩断恋爱脑的行为开心不已 扑过来抱住苏南宝贝祝贺你离婚 傅夜穿那个傻子把云木当珍珠以后有他后悔的时候 由于离婚匆忙我还有一些证件放在傅家要去拿回来 我陪你一起 傅家豪宅苏南身穿千万高定衣服与闺蜜一同现身 三年来他在这个家过的连佣人的地位都不如 现在终于能昂首挺胸的进来一次 看到苏南婆婆屈情没好气的朝着苏南吼道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傅家有不少机密文件 不要带随随便便的人回来你不长记性吗 看到苏南不作声小鱼也没好气的对道 你说谁是随随便便的人 一大把年纪还指丧骂怀呢 屈情却嘲讽道别以为穿了一身假名牌就能做上流社会了 像你们这种做梦都想嫁入豪门的下等人我见多了 苏南听不下去了 这是我的朋友请你放尊重点 听到这话曲琴气的咖啡烹的放在桌子上 尊重 屈情起身指着屈男说到这三年在我们傅家吃香的喝辣 他就忘了自己是你腿子出生的东西了 还有你 你是哪里来的野丫头不知好歹 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 抬手就要打小鱼 他霸气向前一把将屈情推坐在沙发上 也就苏南给你当牛做马 我可不惯着你 傅家不过就是有点臭钱的爆发户 要不是因为苏南我才懒得看你们一眼 我还嫌你们傅家的地板脏了我的鞋呢 苏南看到这一幕并未阻止 毕竟这就当作是给婆婆这三年欺负自己还的利息好了 他直接上楼收拾东西 屈情气的咬牙切齿朝着苏南大吼道 你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 苏南停住脚步用不着你赶 我拿了自己的东西就走 以前的自己真傻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的尊严 以后我不用再忍了 苏南只拿走了一些属于自己的证件 而这些年丈夫给他献血所支付的卡却并未拿走 然而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婆婆却争鸣着连警告苏南 今天的事我会告诉叶川 你别想就这么算了 就算你哭着跪着求我 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然而没等取情说完 苏南直接高冷地回眸一笑 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和叶川已经离婚了 就算你哭着跪着求我 我也不会再踏进这里一步 澳门千金为了男人放弃家族继承权 然而丈夫不仅对妻子不管不顾 却把绿茶当心奸宠 不仅让妻子当绿茶的一栋血库 动不动就叫妻子去医院献血 受尽委屈的女人决定不再当舔狗选择离婚 回家继承亿万家产 却被婆婆屈情落井下 在网上诬陷她 盗走了价值一千万的珍宝项链迷梦 还声明若明日不能将项链迷梦归还 将会依法追究她的法律责任 闺蜜小于破口大骂一千万的东西 就敢拿出来显摆 当然没见过钱吗 更是有人在苏南微博下面评论 骂她是跳梁小丑 迷梦自己只见过一次 傅叶川一直锁在保险柜里的 我不知道密码也从来没问她要过 既然钱婆婆一点体面都不留 我也没必要再忍下去 自然是理上网来好好整整他们 苏南打电话给大哥 我记得三哥的娱乐公司 在我名下是谁在管理 杜妍我马上让他处理网上的事情 不用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很快两张照片冲上热搜 一张是傅叶川出轨 一张是富家千金海外豪赌 傅叶川得知后怒斥下属 是谁允许用公司账号发的这则消息的 夫人连夜吩咐的已经指挥了您 什么时候公司理事夫人说了算 马上撤掉这条热搜 但下属表示华英娱乐的杜总 放了话这则消息要挂满24小时 华英娱乐在圈内手去一指 没人不敢给他面子 傅叶川无奈服务了 苏南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他是不是以为这一切都是我受益的 这时父亲打来电话 让他找苏南删掉照片 一旁的屈情插话叶川 把那个贱人带回来 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傅叶川并没有愚昧地站在母亲这边 他做错了吗 明明是盈盈拿走了项链 为什么要诬陷苏南 如果他没查出项链的下落 这个锅是不是要苏南背 傅叶川愤怒的拳头锤砸在扶手上 苏南在网上回应的毫无感情 难道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虚情蛮不讲理 我怎么知道是盈盈拿的 那不是一直在你们保险箱里吗 除了他谁还会拿 贱母亲依旧不知悔改 傅叶川声音冷了三分 现在道歉还来得及 什么 让我道歉 该道歉的是那个没钱没事 来历不明的白眼狼 竟敢让傅家陷入危机 你把他带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们已经离婚了 说完傅叶川挂断电话 他问下属苏南人找到了吗 副总 苏小姐好像不在世 查不到他的踪迹 继续找 他查看苏南的微博 每一条消息都记录他对他的期待 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点点滴滴 全写满这三年婚姻 他对傅叶川的爱 这三年的婚姻并非一片空白 密密麻麻的都是他 但我竟然一点也不了解他 也从未参与过他的快乐 然而再往下刷却刷不出来 等傅叶川再次刷新出来 苏南的微博已经不存在 那么多微博他就这么删了 当做这三年从未发生过 傅叶川紧握手机 神情很复杂 就算是绝第三次 我也要把他找出来 女人为了嫁给男人隐姓埋名 放弃豪门继承权 却被婆婆欺负 被老公无视 被白莲花频频示威 女人心灰意冷离婚 哥哥接他回家继承亿万家产 一月后的华尔顿酒店 乔婉柔脸上洋溢着幸福 这段时间就算他真的生病了 叶川也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不过幸好他离婚了 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然而不是冤家不拒头 苏南也参加了这场豪门宴会 而且是西城苏靖的女伴 傅叶川的视线一直落在苏南身上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和之前完全不同 这一个月怎么都找不到 他现在却是苏靖的女伴 他们是什么关系 乔婉柔见傅叶川的目光 都在苏南身上 他暗讽苏南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也是你能来的地方 苏靖礼貌开口 不知这位小姐是哪位老总的千金 乔婉柔答非所问 这位先生 您或许不知 苏南刚和叶川离婚呢 苏靖冷笑 谁规定了离婚了就不能来 副总不是也来了 见乔婉柔无言以对苏南冷笑 呵 我能不能来 和谁在一起 用得着向乔小姐报备吗 您操心的也太多了吧 此时周围有人议论她是小四 乔婉柔尬尬地喊了声叶川 但傅叶川丝毫不理会 看来整个宴会的格调 因为乔小姐的出现也变低了 吃扁气的咬牙齐齿 可恶 苏南这个白莲花 副叶川转头偏向苏南离去的身影 才离婚多久 她就装作没看见我 转身头向别人的怀抱 酒店楼顶泳池 乔婉柔喊住苏南 你是为了接近叶川 故意来宴会的对不对 你们已经离婚了 怎么还死茶烂打呢 我要是你就躲得远远的 别上赶着找不痛快 苏南摇晃着酒杯盛气凌人 乔婉柔 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小四了 这段时间过得高兴吗 乔婉柔一副不要脸的样子 名分不重要 感情才重要 我和叶川能走到最后 你能吗 你是拿卖血的钱换来的请柬吧 衣服首饰也都是租的 一个豪门气负 凭什么出入这样高档的宴会场所 她一步一步朝苏南逼近 苏南 这可是你自找的 然后自导自演跳进泳池 落水声顿时吸引了名流们的目光 苏南眸光没有一丝波澜 和三年前的情景如出一辙 三年前赴叶川和苏南结婚宴会 苏南我就不恭喜你了 毕竟叶川爱的人不是你 他只是为了让你可以随时给我献血 才和你结婚的 你们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不幸你看 乔婉柔一跃跳进泳池 向傅叶川喊救命 傅叶川没有丝毫犹豫 跳进泳池将乔婉柔这个绿茶救了起来 而三年后傅叶川还是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他 叶川 别怪苏南 他也不是故意推我下去的 我来道歉 他不肯原谅我 一定是还在怪我 傅叶川愤怒地看向苏南 苏南对上傅叶川愤怒的目光轻笑 这招他早就用过了 你不会还信吗 面对绿茶低劣的陷害苏南会不会反击 宴会上女子惨遭白莲花陷害 苏南霸气手撕绿茶 叶渣男为三年的婚姻画上句号 就在刚刚乔婉柔自导自演跳进游泳池 傅叶川愤不顾身跳下水就起乔婉柔 乔婉柔察言察语声称是苏南推他下去的 傅叶川愤怒地看着苏南 对上傅叶川愤怒的目光苏南冷笑 哼 这招他早就用过了 你不会还信吧 没想到你的演技还是这么老套 一点长进都没有 乔婉柔起身抓住苏南手腕 苏南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你每次献血的时候 叶川都给你钱了呀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为什么离婚后还纠缠不放 诬赖我们 你千方百计来参加宴会 就是不肯死心对不对 宴会嘉宾听闻议论纷纷开启八卦模式 傅叶川站起紧皱眉头 乔婉柔这么说太失礼了 苏南一把拍掉乔婉柔的手 随即一巴掌甩了乔婉柔一耳光 抓住他的肩膀冷声说道 乔婉柔 我没做过的事情 总得做了才能认 随后猛地将乔婉柔推进游泳池 现在 我认了 傅叶川看着曾经温顺 现在霸气无比的苏南神情很复杂 对了 乔小姐 等一下别着急走 我还准备了礼物 苏南从服务生那里拿了一杯酒 随即从乔婉柔头顶哗啦啦倒下 首先这杯酒是额外送你的 苏南在周围人群议论声中转身离开 傅叶川看着女人潇洒离开竟无言以对 冷风吹过乔婉柔浑身颤抖惨向败露 苏南这个白莲花 她从一出现就抢走了傅叶川的目光 抢走了所有的风头 傅叶川问 刚刚是你自己掉下去的对吗 乔婉柔赶紧解释自己怎么会诬陷苏南呢 你也看到了 她疯了一样报复我们 见傅叶川不相信乔婉柔 顾计重施提露总死去的战友成衡 傅叶川正准备带乔婉柔回去时 在人群的惊呼声中看到了宴会二楼的苏南 苏南哗啦啦的撒着钞票 傅叶川 这是三年里我每次献血你给我的报酬 现在我全部还给你 我们互不相见 傅叶川与乔婉柔满眼震惊的 看着苏南周围宾客更是欢天喜地的捡钱 这个女人 简直就是我的客行 叶川 苏南一定又生我的气了 我们还是走吧 傅叶川扶开乔婉柔的手 已去门口等我 傅叶川推开宴会厅的门 入目却是苏静为苏南温柔的柔角画面 他愤怒地喊道 苏南 苏静把手搭在苏南肩上 傅总不去安慰家人 还有心情上来算账 傅叶川看到搭在苏南肩上的手不由的皱眉 苏南 如果我做了什么让你不愉快 你可以找我算账 但你应该去跟婉柔道歉 苏南双手抱胸语气冰冷 如果我不去呢 你要为了他把我扔进水里吗 夫妻一场 我劝你善良一点 哼 傅总不了解我 我天生就这么恶毒 傅叶川气的咬牙切齿 真是油盐不尽 随你 原本想和他解释一下乔婉柔的关系 不过现在也没必要 苏静关心的问 小妹还喜欢她 哼 怎么可能 同一个错误 我不会再犯 人为了男人放弃继承亿万家产 结婚后的男人却对女人不管不顾 却对白莲花当心奸宠 女人心灰意冷决定不再当甜狗果断与男人离婚 回家继承亿万家产结束了三年失败的婚姻 就在刚刚傅叶川本想去找苏南解释她与白莲花的关系时 见苏南油盐不禁立马转身就走 她拖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车上 乔婉柔却是不停地解释着刚才泳池的事 红灯亮起 车辆停在了市中心的大楼旁 眼间的司机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广告牌 竟然反复播放着刚才苏南和乔婉柔在泳池的内幕 两人的对话和动作都被监控拍得清清楚楚 这原来真的是乔婉柔的自导自演的精彩画面 傅叶川紧握拳头 内心郁闷 这就是苏南给我的回复 我竟然倒还让他道歉 太可笑了 傅叶川让司机路边停车 下车后 乔婉柔还试图着跟傅叶川解释监控的事 然而男人冷着毛子说道 明天一早我让人送你去F国 乔婉柔在车内苦苦哀求 傅叶川只感觉满腔的怒气无处发泄 下车后的傅叶川独自站在广告位下面看了许久 如果这次是假的 那过去的三年到底哪次才是真的 突然一声嘀嘀声引起了傅叶川的注意 男人竟是已婚花花公子陆琪 川哥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上车吗 傅叶川坐上车后 陆琪就开始聊起了八卦 川哥 苏南和西城的苏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今天他们俩看起来可比你们当初亲密多了 不过要我说他这种身份嫁给你 我们都替你委屈 今天还敢针对婉柔姐 幸好你们离婚了 不然整个傅家都要被他害死了 傅叶川很是烦躁黑谋冷沉 够了 别说了 陆琪撇嘴冷哼 算了 总之以后他别再来祸害川哥就好 傅叶川沉默 陆琪提议要不去喝一杯 走吧 几天后苏南与大哥坐在某高档餐厅聊着天 妹妹 我让鱼楼给你当秘书在你身边教着你一点 你得多不补课才能在公司里站稳脚跟 鱼楼不是大哥的心腹吗 这么轻易借给我没关系吗 要不让爸爸亲自教你 苏南一脸调皮 不要 过两天是聚力集团的周年庆 他手上有个项目要出手 你可以试试 好啊 我一定争取下来 没那么简单 大家都盯着这块肥肉吗 到时候我在国外开会 帮不了你 不过老三应该就回来了 苏南很是惊讶 三哥要回来 我去接他 突然身后有人喊道 苏南 转头望去竟是前婆婆与小姑子 真是冤家路窄 当前婆婆与小姑子看见苏南身穿高定礼服 出现在高档餐厅时 前婆婆静止高气昂 让经理将他这种垃圾扫地出门 死穷逼也配来这里吃饭 小姑子看到苏南 更是恨不得上去扇他几巴掌解气 都是因为他 害得自己偷拿手势的事上了热搜 被圈内的小姐妹嘲讽 经理纹身过来 傅盈盈指着苏南 把他给我赶出去 他在这里影响我们吃饭的心情 我们可是VAP 经理看到苏静 他连忙过去恭恭敬敬地弯腰问好 苏总 您来了 苏静点头答应 傅盈盈脸色一变 喂 你是没听到我的话吗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虚情在一旁傅和贤气地打量着苏南 也不看看他们是什么货色 什么地方都敢来 一个被我们傅家扫地出门的女人 有什么资格出现在这里 苏静冷笑气势凛然 扫地出门 傅家什么时候这么不要脸啊 颠倒黑白的能力令人刮目相看 苏南在傅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文言曲情愣住了脸色帐红 傅盈盈看着经理命令道 还愣着做什么 我不想在这里见到他们 经理脸色一沉 傅太太傅小姐 苏总是我们餐厅的大股东 如果您二位不想看到他 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文言曲情和傅盈盈脸色一僵 你说什么 苏南笑了笑目光清冷 经理 算了 吃顿饭而已 何必闹得这么僵 傅盈盈冷哼一声 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不管你攀上哪根高枝 我们傅家可不在 我哥本来就瞧不上你 我分分钟就能让你再是混不下去 苏南冷笑道 哦 那 你想怎么样呢 傅盈盈拉开椅子坐下 这样吧 你给我倒杯酒 道个歉 我今天姑且就放过你这一次 反正这种伺候人的事 以前在傅家也经常做 苏南笑了笑 上前拿起行酒器 熟练地倒了一杯酒 递了过去 傅盈盈不屑地勾唇 手还没碰到杯子 就感觉到头顶一凉 苏南将手里的酒一滴 不落地倒在她的头上 傅盈盈还没来得及尖叫 刚要站起来 傅盈盈冷地开口 傅小姐 请你记住 是我提的离婚 是我不要你们傅家了 如果你再敢出言不逊 我会让你知道 到底是谁在是混不下去 苏南离开的时候 背影潇洒利落 傅盈盈脸色苍白的 还没反应过来 虚情就在一旁大声地咒骂 苏南你这个白莲花 疯了吗 竟然敢这么对应 服务员呢 还不快过来帮忙 苏南走到大哥身前撒娇道 这里的空气好脏 我想换个地方吃 经理已经准备好了贵宾室 我们去那边 周围的人看着狼狈的 傅盈盈议论纷纷 傅盈盈愤怒地跺了跺脚 苏南 我不会放过她的 那就是对待渣男的正确方式 当傅叶川得知 苏南会与自己离婚后悔不已 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还有妈妈与妹妹 长期以往的欺负导致的 自己却全然不知 就在刚刚傅盈盈被苏南泼酒 气不过就找哥哥教训苏南 当傅盈盈见到傅叶川的瞬间 她就避重就轻 把刚才的事件又描述了一遍 把自己欺负苏南的事一概不提 只着重说了苏南欺负她的部分 此时苏南和大哥正好吃完饭 从餐厅出来 两人亲密地挽着手 犹如一对恩爱的情侣 这让傅叶川的极度之心再次升起 面对苏南的无视 她面色冰冷 还是忍不住上前拉住了她的手 苏南 对刚才的事情你难道不解释一下吗 傅叶川其实是不相信苏南 真的这么坏 会这么对自己的妹妹 毕竟上次乔婉柔落水事件诬陷了她 然而苏南却直接承认了下来 这次说不定也是误会 苏南一把甩开傅叶川的手 没什么好解释的 就是我拿红酒泼她的 怎么 傅总想替妹妹教训我 傅盈盈在一旁煽风点火 哥 不要放过她 这个白莲花对我动手 要让她付出点代价 并提议哥哥让苏南给她当众下跪道歉 哼 让我跪下道歉 傅总也是这样想的 傅叶川低着头沉默不语 苏南见她这样就觉得恶心 多年来的委屈涌上心头 以前每次她妈和她妹一条事 总会以她道歉收场 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凭什么呀 我不想再灌着她们的臭毛病了 傅总还是先去看看监控 搞清楚事情的缘由吧 傅小姐可不是什么 纯真无辜的小白兔 装什么可怜 苏靖扶着妹妹转头说道 傅小姐欺负别人的时候 就应该做好得到报应的心理准备 傅小姐刚才出言不逊 是不是也该给苏南道歉呢 傅盈盈赶紧拉着哥哥的手解释自己是因为苏南之前在网上黑她偷拿迷茫 被姐妹们耻笑气不过才说她两句 她就敢反抗 苏南回头冷笑 呵 被人骂了还不反抗 那是以前的苏南 傅小姐应该学会怎么尊敬别人 不然还会有下一次的 苏靖也是第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家庭 不过还好 妹妹迷途知返 刚要上车的她还是忍不住对傅叶川说了一句 刚才餐厅的监控片段会永远留存 傅总可以随时查看 告辞 看着苏南离去的背影傅叶川内心非常沉重 离婚之前她和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 现在真的变了很多 让人琢磨不透 傅盈盈咽不下这口气 在傅叶川旁边煽风点火 哥 苏南欺负我就是欺负我们傅家 苏南这个白眼狼她忘了这三年是谁给她吃穿用的 真是欠教训 傅叶川没有耐心吼道 够了 傅盈盈保险箱里的首饰都是留苏南用的 没有经过允许你为什么要拿 哥 我是你亲妹妹 一件首饰而已 你还要跟我计较吗 再说了 苏南又没有场合需要出戏佩戴这样名贵的首饰 我拿走有什么不可以 傅盈盈不满的开口 苏南怎么配得上迷茫呢 傅叶川真想教训她一顿 但是傅盈盈自以为委屈的开始掉眼泪 她连说都不想说了 先去看监控 一句话就让傅盈盈顿住了脚步 眼泪凝住她憎恨的咬了咬牙 哥 难道你不相信自己的妹妹吗 分明是他们诬陷我 她旁边的男人跟她这么亲密 说不定早就给你戴了绿帽子了 八成是拿着你的钱包养了那个小白脸 傅叶川眸色沉了沉 脸色冷力道 够了 她抬脚离开彻底无视傅盈盈 而餐厅的老板得到苏靖的吩咐 监控视频早就准备好 傅叶川一道说明来意 老板就拿出了监控视频递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傅叶川的脸色越来越阴沉难看 而傅盈盈站在一旁却有些焦急 视频里傅盈盈和屈情的侮辱咒骂难听的要命 苏南的神情却已经习以为常 难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吗 这些我从来都不知道 难道在傅家的时候 傅家的人就是这么对苏南的吗 苏南的冷静和反击让他们两人震惊 这是她第一次反击吗 傅叶川内心复杂脸色难看 墨地将视频关掉 大不留心地走了出去 哥 等等我 傅盈盈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骂她了吧 傅叶川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妹妹 傅盈盈脸色煞实一白难看的要命 连忙否认 什么呀 我只是生气她刚离婚就找了别的男人 我平时骂她干什么 傅叶川冷笑 她现在有些不相信这个从小骄纵任性的妹妹了 去跟苏南道歉 我才不要 让我去给那个贱人道歉 我还不如去死呢 傅盈盈委屈地大喊 分明是苏南泼她酒 凭什么让她道歉 傅盈盈拽着傅叶川的胳膊 哥 你得帮我呀 苏南现在是不是拿着你的钱找了小白脸 她身边那个男的分明跟她有一腿 傅叶川将她手拽下来 语气沉冷扔下一句话就走 那个男的是西城的苏静 你惹不起 傅叶川后悔了 她现在已经怀疑自己与苏南走到离婚这一步 不仅仅是她自己的问题 或许整个傅家都是问题 傅盈盈浑身一僵 虽然她没见过苏静 但在明媛圈子里 人人都知道西城有个苏静是单身的钻石王老五 神秘又尊贵 多少女人挖空了心思想嫁给她 苏南竟然跟她在一起 傅盈盈气得咬牙齐齿 既然哥哥不帮她 她只能去求助其他人了 当即就打了一个电话 陆琪 苏南欺负我 你得帮我 小姑子不仅侮辱咒骂钱大嫂 甚至还找来小混混到酒吧调戏 更是利用吃瓜网友对钱大嫂试行网报 苏氏集团的大楼内 苏南接到华英娱乐总裁杜妍的电话 苏小姐 我得到内部消息 傅盈盈找人偷拍你 需要帮你解决吗 苏南微微抿唇笑了一下 目光淡然 不用让她拍吧 正好顺水推舟省了一笔我的宣传费 挂断了电话 苏静走来微微醋眉动作一顿 什么事 傅盈盈找人偷拍我 随她去吧 苏静并未放在心上 这些小把戏都在可控范围内 她把煮好的香浓的咖啡递过去 苏南笑着接过来闻了闻咖啡的味道 大哥的咖啡真是一绝 比世界上顶级的咖啡是强多了 如果开咖啡厅的话 一定能赚不少钱 小妹除了你可没人喝得起 我煮的咖啡 大哥明天我正式上任 能不能让秦渝来当副总帮我几天 随便把你安排就好 苏南迅速地给秦渝发消息 叫她明天正式来上班 秦渝表示要去庆祝一下 晚上 苏南与闺蜜到酒吧喝酒放松 殊不知一个小混混 竟偷偷在闺蜜的饮料中下了药 苏南去卫生间的间隙 闺蜜喝了带下药的饮料后 晕晕乎乎的 小混混就趁机把人拐走 做点别的事 看到这一幕的苏南 直接怒对小混混 你再不松开你的臭手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小混混瞧见苏南的身材 比闺蜜更好 一脸轻蔑的语气说道 小妞 你喝了这杯酒 我就放了她 这句话让人一听 就知道了她的目的 不用想多知道 酒里肯定是放了东西 地旁的小姐姐 拉住苏南的手臂 好心提醒她 这是附近有名的混混头子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伤了自己 可苏南倾覆上小姐姐的手 笑着说道 谢谢你 不过不用担心 苏南勾唇冷笑 走到混混面前 她挑着眉 放开她 我来了 男人贪婪地笑着 势在必得地想着 今晚厌妇不浅 苏南走到吧台 拿起酒杯 假装要喝掉酒杯的饮料 听到小混混 已经将闺蜜 丢给了小姐姐的动静后 苏南突然抓起 一瓶红酒的瓶身 啪的一声 向后猛砸到小混混的头上 紧接着一个回手 将人扣在地上 咔嚓一声 让小混混的手都扭脱就了 疼得她摔到地上嗷嗷大叫 三年没动手了 幸好基本功还在 这次遇到我算你倒霉了 苏南拿起桌上 被放了东西的饮料 递到小混混身旁 是你自己喝 还是我帮你喝 小混混赶紧求饶 苏南直接无视她的求饶 伸手扯住她的头发 还是我帮你吧 说完就将有料的红酒 塞进男人的嘴里 苏南拍了拍手站起身 今天碰上你这种败类 真是扫兴 处理完事情后 苏南走到小姐姐身边 感谢她帮忙照顾自己的闺蜜 众人都震惊不已 以为是个青铜 原来是个王者 然而正当苏南扶闺蜜走时 躲在人群的狗仔 竟然将全程都记录下来 她敲咪咪的打电话给陆琪 陆总 我拍到了苏南在酒吧 打人的劲爆素材了 要是将视频发到网上 保准能将她的形象净毁 陆琪得意一笑 发吧 没想到才一天不到 苏南就露出狐狸尾巴了 这女人我还以为 她有什么好嚣张的 离开傅家就忘恩负义欺负盈盈 背叛叶川 这个女人的嘴脸真是可恶 也该给苏南一个教训 我男人的朋友是真的狗 自己花心不仅怂恿朋友出轨 还找小混混到酒吧 给她下药意图不轨 更是偷拍视频恶意剪辑 发到网上利用网友的力量进行网报 闺蜜情于看到视频后大发脾气 苏南 不好了 你被骂了 他们把昨晚你手撕为索男的视频掐头去尾 故意恶解 引导网友网报 苏南看着视频 下面的评论无非是苏南豪门前妻的翻车事件 深夜会酒吧 苏南打人 好狠的前妻 这样的字眼将她推上了热搜低 苏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不看就不会生气 快准备上班了 情于确替她生气 她昨晚虽然喝多了 但是还有意识的 苏南动手分明是为了自己 不行 她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这件事 事情变成这样该由我来处理 刚出门就见管家赢了上来 今天是苏南第一天回苏氏集团上班的日子 她并未公开自己的身份 于是管家给她特意准备了老某莱斯 苏南表示不用 我开车上班 司机开的老某莱斯太引人注目了 管家又拿出其他车钥匙 小姐 老爷特意挑选了马某拉蒂和保某杰的几个最新款式 都放在您的车库里了 从国外订购的几款蓝某基尼和法某利还没运到 需要过几天 您先凑合一下吧 秦渝瞪大了眼睛看着暗暗则舌 苏叔叔对苏南真是疼爱至极啊 几百万几千万的车子叫凑合 自己开来的那辆小跑车 恐怕都不够买她车库里随便一辆车的轮胎了 苏南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去上班的 不能太张扬啊 这些我都不要我和秦渝一起去就好 管家犹豫了一阵 对着秦渝微微鞠躬 那就拜托秦小姐了 秦渝笑了笑 包在我身上 能给苏南当司机 这是我的荣幸 一去公司苏靖举行会议 正式介绍了苏南的入职 轰降的总监这个位置空闲已久 不少人垂涎如今被苏南夺走 还没散会就有人开始调查苏南的底细和背景 可是除了苏南是傅叶川前妻这个身份之外 其他的家事背景竟然一片空白 一个本来胜券在握的女人凌霜 基于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 凭什么被一个毫无本事的人站走 她举手当即提出了反对 请问苏小姐有什么本事 当了三年豪门的儿媳出来就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她站起身表示我不同意 我不会跟苏小姐这样的人待在同一个公司 苏靖抬手扶了扶眼镜 声音漠然无情 不愿意呆得可以打辞职报告 我批准 一瞬间会议僵硬静谜戛然无声 凌霜脸色难看又尴尬下不来台 她在公司里待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混到这个位置她并不想离开 而苏靖竟然为了一个新来的苏南毫不在乎地打她的脸 会议室内鸦雀无声众人面面相去 苏南微微醋眉 她也不想刚来就成为众矢之地 刚要开口给凌霜一的台阶下 却被凌霜打断 苏总 对不起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我尊重公司的决定 会好好配合苏小姐的工作 那就好 散会 苏靖话不多说 一分钟也不浪费 气势凛然地离开会议室 就见凌霜阴沉着脸 今天当众出丑 都是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苏南 苏南 我记住你了 男人的兄弟是真的狗 不仅当着兄弟的面 诋毁兄弟的妻子 甚至还找人恶意剪辑视频 发到网上进行网报 苏氏集团内闺蜜兴高采烈 举着手机来到苏南的办公室 亲爱的 我来邀功了 她将手机放在苏南桌上 哼哼请好好欣赏吧 原来闺蜜把酒吧当天的监控 全都调出来 直接公开事情原委 吃瓜网友对苏南的风评 360度大转变 纷纷赞叹苏南为了闺蜜 怒奏小混混的行为 霸气无比 苏南现在是我女神了 让她思维出道吧 高冷撒爽小姐姐 三分钟我要她的联系方式 闺蜜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 我可不允许有人黑你 而且还是当着我的面 苏南宠溺地摸摸她的头 其实也无所谓了 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知道是谁在背后策划的吗 苏南一脸猛逼摇头不知道 是傅叶川的好兄弟陆琪 苏南愣住了 果然 和我猜得差不多 不管是傅盈盈还是陆琪 都是跟傅叶川有关的人 既然她主动送上门来 我得好好回敬才行 这才是我认识的苏南 有仇必报 用不着麻烦我都准备好了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 情欲把陆琪的黑料早就整理好了 一股脑都发给了苏南 苏南从中选了一张照片 是陆琪在某个聚会场合上 穿着泳衣左拥右抱的时刻 而那是她刚刚结婚 佩言 想对付我就放马过来 至少我接招比你坦荡 不会找狗仔偷拍剪辑 望陆先生好自为之 苏南用新注册的账号发上去 很快无数的大V都开始转发评论 话锋开始逆转 无数的人开始一拥而上的在线吃瓜 大家很少知道苏南的新号 可是这样一来 新号的粉丝数量直线上升 陆琪的底细也被人扒得清清楚楚 富士集团 陆琪一头观思地跑去了傅叶川的办公室 川哥 你那个前妻要害死我了 傅叶川从文件中抬起头 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陆琪把网上网友的唾骂找出来给她看 陆琪冲冲的 她竟然让网友网爆我 真是太过分了 这才是她的真面目吧 这个女人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我老婆都在家里闹离婚了 你得帮我呀哥 傅叶川醋眉 眉目微沉 翻看着手机上的评论 过了许久 她声音冷沉 是你打算网爆她 结果被反制了 陆琪浑身一哆嗦 连忙解释 我 我只是想给她一点教训而已 再说了 我也不知道那视频是被剪辑过的 狗仔为了骗我的钱 真是把我害死了 傅叶川把手机扔在面前的桌子上 脸色微冷 活该 哥 你得帮我呀 我也是被狗仔坑了 不过这件事情可是盈盈拜托我干的 要不是我在前面顶着 网上的人骂的就是盈盈了 傅叶川的脸色更冷 想到上次在餐厅发生的事情 没想到这个妹妹竟然不长记性 陆琪苦着脸求帮助 我老婆因为这是要跟我离婚 傅叶川抬眼看她 陆琪 你自己解决 这是你自找的 我奉劝你惹了谁就去找谁 找苏南 陆琪下意识的抗拒 她为什么要跟这样一个虚伪的女人低头 傅叶川不欲多说 秘书进来请示开会时间 傅叶川站起来就走了出去 陆琪讨了的没趣 失落的走了 她都不敢上网看那些网友的评论 家里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恨不得把电话炸了 既然苏南敢指名道姓的圈她 手里肯定还有其他证据 她必须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可是让陆琪亲口跟苏南道歉 简直比用鞭子抽台一顿还难受 可是没办法 再不妥协自己 怕是要被赶出家门了 想了想 陆琪还是让公司的人 在网上用自己的账号 发了一条动态 视频剪辑并不知情 为苏小姐造成的困扰 我深表歉意 苏氏集团 秦宇笑着走进苏南的办公室 晃了晃手机 这个陆绍连两个小时都没挺过去 就举手投降了 还以为是什么硬骨头呢 感情这么没用 Amy带着苏南去酒吧 嗨皮却遇到了前夫哥 与他的兄弟 真是冤家路窄 陆琪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我靠 不是吧 走到哪都能遇见这女人 叶川顺着陆琪的目光看过去 目光瞬间一正 苏南穿着高定长裙 纤细的腰身又被勾勒出来 整个人高挑亮丽 绑着高马尾气质清冷惊艳 情与冷笑开口 切 真会气 陆绍自家后院着火收拾完了吗 还有心情出来喝酒 看来那张照片的冲击力还是太小了 陆琪也不甘示弱 瞪着后面的始作俑者苏南讥讽道 是我小看了苏小姐 真没想到苏小姐跟以前完全是两个人 没想到有了靠山果然不一样 秦渝没好气地说道 靠丈夫窝囊了三年 离婚了自然要靠朋友 陆绍一出问题不也是去找朋友了吗 秦渝拉着苏南转身就走 别跟他们废话我们走 傅叶川看到苏南也是很意外 心里想着这次一定要把之前的误会都解释清楚 来到酒吧 诚意与宁知了举杯欢迎苏南归来 我今天可把你最喜欢的疯子乐队请来了 宁知了也说过几天 我安排了一场压轴大秀 你带着你三哥一起来 我给你们留了好位置 苏南喝得有点微醺了 好 谢谢大家 这时陆琪跟傅叶川进来与诚意打着招呼 诚二少这要巧 诚意举起杯子示意 巧了陆绍 陆琪看到苏南和秦渝几个人和诚意坐在一起 就知道他们是一同来的 一起完备 不介意吧 诚二少 诚意没回答撇头看向苏南 我的女王大人介意吗 苏南淡默地站起来 随意 我要下去看乐队了 秦渝立马站起来跟着苏南 走走走 这上面乌烟瘴气的 有些人真是阴魂不散 宁知了也跟着去了 傅叶川看着苏南的身影消失才收回视线 看了一眼诚意问道 苏南和诚二少是什么关系 诚意偏头冷笑了一声 朋友 陆琪开口到他那种人能跟诚二少成为朋友 别是被他忽悠了 陆琪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傅叶川打断 诚意目光有些冷看向陆琪 他是哪种人 陆少了解吗 陆琪背对得哑口无言 连傅叶川都不帮忙 心里有点郁闷 总不能背后跟诚意说苏南的卑劣事迹吧 哼 楼下轰鸣的音乐声骤然响起 点燃了整个晚上最激烈的氛围 随后是熟悉的旋律响起 疯子乐队时隔三年重新出山 顿时引燃了场内人的热烈和激情 大家欢呼着摇晃着仰望着台上的人 琪瑜在场下尖叫着 高声地喊着 没注意到宁知了把苏南带到了后台 宁知了拿着小提琴对苏南说 老摩兰尾严手术没来 最后收尾少了小提琴就是少了灵魂了 苏南 你上吧 苏南震惊 只有你跟他们合作过 他们可是为你爱的 难道你不想找回以前热血沸腾的感觉吗 苏南笑了笑答应了 那本荧光彩夺目做自己的女王 却因为恋爱脑架给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放弃了继承亿万家产 当了三年舔狗 三年的婚姻带给了女人无尽的痛苦 最终女人果断斩断恋爱脑选择离婚 回归的苏南一路披荆斩 及手撕绿茶虐渣男做自己的女王 舞台上苏南左手拎着一把小提琴 右手拎着自己行云流水的裙摆走上了舞台 灯光煞时间暗淡 指一下台上的一束光 而下一秒小提琴的细腻甘纯无缝衔接 锣鼓突然消失 小提琴却骤然豪放浓郁 后两身沉 大家震惊地看着台上的女人 坦然淡漠萨气十足 小提琴在她手里出神入化 音调丝毫不差 却格外地贴合她自己鲜明的特点风格 结束的时候 大家尖叫声更加沸腾不止震耳欲聋 女神 女神 二楼的副夜穿眸中闪过的震惊毫不掩饰 没想到苏南她还会小提琴 陆琦不可置信地感叹了一声 疯子乐队不是吸引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听说圈子里有档节目请他们过去开场 八位数都请不动了 他们竟然来了这个酒吧 陆琦看到苏南的表现也是惊掉了下巴 不是吧 真的是苏南 表演完后苏南露出来紧张的表情 还好基本功没忘 表现得还算满意吧 老妖拍着苏南的肩膀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这首歌的编曲本来就是你 除了老摩 只有你能跟我们配合得这么完美 琪玉捧着鲜花来给苏南 苏南你太棒了 简直就是我的女神啊 你不知道台下的大家多激动 都在夸你的小提琴拉的绝 老妖也开口说到苏南小妹 我好像看到了三年前的你 文言苏南心里一阵苦涩 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当了三年舔狗 这三年他错过了太多人生的精彩 幸好现在回头还不算太晚 走吧 我们回去赴叶川 他们应该已经走了 来到二楼的陆琪黑黑的打着招呼 琪玉不满的冷哼泽了一声 他们怎么还没走 于是拉着苏南坐在诚意的另一侧 陆琪忍不住的问 没想到苏南还会拉小提琴 以前怎么没听说呢 他今天晚上是真的被震撼到 苏南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冷撒爽力 像掌控全场的女王 琪玉扯着嘴角硬怼 用得着跟你说吗 你算老几啊 陆琪知道自己会被怼 无所谓的摊了摊手 不是说要玩点什么吗 不如一起玩骰子吧 谁要跟你一起玩 琪玉冷恨为苏南抱不平 狗男人算什么好东西 傅叶川抬眼看着苏南 他坐在那里摇晃着手里的酒杯 他竟然这么闪耀 傅叶川看着眼前的苏南熟悉却陌生 内心无比的复杂 明明还是他 却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 那就是对待渣男的正确方式 傅叶川问苏南敢不敢跟他赌骰子 苏南漫不经心的抬头扫过傅叶川 他唇角淡笑 呵 有什么不敢的 琴玉不满的反对 干嘛跟他玩 他这是激将法 明知了却在一旁拉着琴玉 放心吧 苏南有数 陆琪在一旁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傅叶川在我们之中是最厉害的 苏南这下输定了 苏南低头开口 赌注是什么 要是没有赌注多没意思 傅叶川眸光深沉盯着他淡然的侧脸 你说了算 不等苏南开口 陆琪兴奋的抢先放话 要是老夫输了我就从这里脱光了衣服走出去 不过要是苏南你输了 突然陆琪语气不屑道 你就当众承认你是为了钱财嫁进傅家 而且以后不许再出现在事 苏南 你敢吗 苏南不屑冷哼了一声 好啊 我同意 拿过骰子在桌子上晃了晃 跟玩似的就将手被压在上面 不动声色的看着对方 该你了 傅叶川意味深长的看着苏南 眉目簇着 很明显苏南并没把这次的赌局放在心上 他就那么不在乎输赢吗 陆琪一副看好戏的模样更加兴致勃勃 仿佛已经胜券在握 这个苏南就是个纸糊的 刚刚的动作一点都不专业他懂骰子吗 那么两下虚招子就想赢 川哥闭着眼睛玩骰子都无人能敌 他当初可是去澳门赌场里赢了第一桶金 苏南他输定了 傅叶川沉思一会随意将手里的盖子打开 四个六 心里更是窃喜毫无意外的赢了 他看了一眼苏南脸上的神色未扁 陆琪激动的差点跳起来 老夫正常水平我还担心你心软了呢 诚意在一旁鼓掌意料之中浅笑淡薄 陆绍真会开玩笑 傅总可从没对我们苏南心软过 不过傅总的本事我们算是见识了 陆琪一脸得意 别说这些好听的想耍赖怎么着 苏南 让我们看看你的赢面 怕不是输不起吧 秦宇忍不住的大骂 陆琪 你是不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不会说话就闭嘴 苏南轻笑了一声修长的手指 在盖子上清点了两下 然后随意的碰倒了盖子 秦宇一脸不可置信 而陆琪看到苏南的骰子 那一刻想死的心都有啊 四个六一个一 这 这不可能 而且这个女人只是在桌子上虚晃两招 就能多晃出一个一 没等大家倒吸一口凉气 你们接着玩 傅叶川看着苏南能赢心里却很清醒 秦宇痛快的一拍桌子得意洋洋 陆绍 别忘了脱光了衣服再走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别输不起啊 你们耍赖 陆琪脸上被憋成了猪头 耍赖 陆绍 是你们上赶着要玩的 桌面上的规矩就这样 输了就说别人耍赖 早知道玩不起就别玩啊 秦宇冷笑着直接就去问傅叶川 傅总 您说呢 傅叶川也无言以对 陆琪求救式的看着好兄弟 无辜的大眼睛里写满了就我两个大字 傅叶川面容平静不为所动 输了就是输了 傅叶川抬腿离开 留下一脸猛逼的陆琪 面对着一群豺狼虎豹 说好的兄弟呢 他欲哭无泪地看着面前的人 咬着下唇 极眉尊严地开口 能不能饶过他这次 面前的人一口同声 不能 爱看这个男人静光着身子从酒吧跑出来 原来是傅叶川与苏南摇骰子打赌 结果傅叶川输了 就在刚刚苏南从酒吧外出来就给大哥发了短信 他的司机应该很快就到 突然身后有人喊道 苏南 苏南转头看去一个高大昏暗的身影立在一旁 苏南微微一愣 立即换上了舒冷戒备的神色 注意到他的变化 傅叶川的目光也是微微一脸 苏南退后一步道 有事吗副总 傅叶川扯了一下嘴角 依然上前一步紧紧地盯着他 苏南 餐厅的事情是盈盈挑衅在先 我会让他来给你道歉的 苏南垂眸低头眼底埋着一丝机讽 不必 管好你的家里人就好 心里则是暗想该道歉的何止是这一件事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稀罕了 傅叶川微微醋眉还想说什么 就听到门口传来一阵丧心病狂的尖叫 抬眼看去视线一个用双手捂着胸 光着身子的露气飞快地从里面跑出来 声音断断续续的屈辱又绝望 我绝不善罢甘休 刚到面前闪光灯一亮 那裸着的男人顿住脚步 震惊地停在傅叶川和他旁边的苏南旁边 脸上又羞又恼 颤抖着胳膊指着苏南欲哭无泪 你 你竟然还拍照 苏南满意地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梅胡抓拍的角度非常好 简直完美 他轻轻地勾了勾唇角挑衅地看了一眼陆琪 陆绍 这么精彩的画面不拍下来可惜了 我还特意在这里等你呢 陆琪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双手环抱着胸 苏南目光一冷 再敢惹我 我就把这照片发给全世界看 当他还是三年前的那个纯女人吗 傅叶川看着苏南离去的背影心情很复杂 刚刚苏南面对着裸奔的陆琪 面不改色的威胁嘲讽没有丝毫避嫌的意思 他心里似乎有点别扭 可是回顾今晚从舞台上的小提琴 到赌局上的骰子 原本一眼就能看穿的那个老实木讷的苏南 忽然变得像换了个灵魂一举一动监视谜团 朦朦缭绕间越来越无法看清 傅叶川心底感觉有些烦躁 当傅叶川与陆琪准备要上车时 诚意上前喊道 傅总 傅总没想过苏南会赢吧 傅叶川淡淡地回道 的确很意外 诚意冷喝一声 三年的婚姻还不够了解一个人 苏南在傅总眼里果然一文不值 诚意挑眉冷笑不过以后也没必要了解了 因为在我们之中 他翘起了大拇指 苏南才最厉害 傅叶川眸子锐利眯了眯眼睛 诚总不会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诚意笑出了声 目光坦荡地迎上去她的视线 是啊 我要追求她 还是得谢谢傅总放过她 我才有这个机会 傅叶川冷淡地收回目光 面无表情地看着诚意 陆琪在车里忍不住吐槽 跟她说这么多干什么 川哥 快上车 他今天算是折在你前妻手里了 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子骤然离开 另一边情愚得意地走过来 现在那个陆琪会老实点了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宁知了点头 不让他看点颜色真当苏南好欺负呢 琴鱼愣了一瞬 不过苏南怎么会玩骰子的 而且还玩得那么好 宁知了和诚意对视了一眼 笑了笑解释道 他在F国念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和家里吵架断了收入 结果就被骗去最大的地下赌场当核官 没想到他学会了其中的技巧 转翻了 苏董事长知道后 吓得立即让他离开那里 还给了他一张无限额的黑卡 琴鱼瞪大了眼睛 懊悔着自己为什么没去跟苏南当同学 颜苏哥慌了 自己以前那个老实木论的妻子自离婚后 不仅变得光彩夺墨 而且还有男人当着他的面要追求他 傅叶川正心不在焉地开着车 想到诚意要追求苏南的画面 诚意对苏南有意思 苏南呢 他也喜欢诚意吗 想到这里傅叶川不由的皱眉捏紧方向盘 陆琦看着突然变脸的傅叶川震惊不已问道 你在生气吗 傅叶川不想搭理陆琦 你该关心的不是照片吗 大爷的 陆琦暗骂了一句 栽在同一个女人身上 她还是第一次 川哥你说你当初你娶谁不好 门当户对的女人多的是 为什么偏偏是她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陆琦嘟囔着 兄弟们都为你抱不平 幸好我们没把她当成自己人看 听到这话车子刹车戛然停止 傅叶川的脸色难看了几分胸口 顿时有些堵得难受 谁都没把她当自己人 难道自己也是吗 傅叶川声音冰冷喊道 下车 陆琦诧异地看着她 为什么 傅叶川的脸色莫名其妙地有些黑 我要去公司 不顺路 陆琦不得以下车 站在冷风中 看着车子越来越远 忽然想起那方向 好像也不是富士公司的方向啊 苏氏大楼内一旁的鱼楼 向苏南汇报工作 苏副总 林双一大早就来了 在您办公室里等你 苏南点了点头 让你查的距离集团有消息了吗 负责人林总他提出 想请您吃饭当面谈 替我约时间吧 苏南推门进去 就看着林双坐在苏南的位置上 转着椅子悠哉地享受着 一瞬间办公室内的氛围僵硬下来 鱼楼倾咳了一声 林双脸色一变连忙站起来 责怪地看着苏南身后的鱼楼 怎么苏副总进来都不说一声 苏南无所谓地笑了笑 既然林经理喜欢这把椅子 鱼楼 一会儿给林经理送到办公室去 苏副总 我没有其他意思 不用特意送椅子给我 苏南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眉目冷淡 我有洁癖 别人坐过的椅子我不会再要 林双碰了的钉子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心里早就把苏南骂了千遍万遍 不就是个靠睡觉睡上来的 得意什么 苏南看了他一眼 林经理来有什么事 林双将文件递到苏南面前 是封衡集团的合作项目 今晚上封衡集团的张董请客 苏副总可得把握好这次机会 晚上我会为你引荐 苏南翻了两页内文件 他才不相信林双会这么好心 把这么大的蛋糕分给他 不过既然他这么主动 苏南要是不配合下去 都不好意思了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苏南把文件递给鱼楼 按照这上面的点数提高三十个点 鱼楼想也不想就接过来 好 我去办 正在这时 晴鱼推门进来抱着一大树鲜花 快 苏南 累死我了帮我接一下 苏南有些诧异这么多花质是干什么 晴鱼挑着没笑的不怀好意 当然是有人在追求你送你的鲜花呀 苏南一副头大的样子 晴鱼 到底是谁这么无聊 当然是诚意了 他嘱托我一定要亲手送到你手里 苏南无奈地让余秘书拿出去 我闻不了这么浓的花香 苏南单独赴红门宴会发生什么事呢 闺蜜凑到苏南耳边小声说道 你上次让我调查的丰恒集团 我已经查清了 苏南抬头看他 丰恒集团早就成了一家空客公司 正到处在借钱 还欠着银行一大笔资金还不上 连公司都快被拍卖了 手里就剩下一堆烂尾项目 谁沾上谁一身骚 那个凌霜百名想坑你 苏南挑了挑眉意料之中 原来是挖了个坑给他跳啊 那今晚上的这一顿 可就格外有意思了 谢了 秦鱼调皮的笑了 这倒没什么 不过我不能陪你上班了 我妈咪新收购了一个化妆品公司 答应让我过去参与研发 你知道的 这一直是我的梦想 苏南拉着秦鱼两人高兴的不得了 好 那就助我们秦大小姐七开得胜 傍晚后苏南打算跟鱼楼说一声饭局的事情 林霜却扭着腰进来 既然是私人饭局 就不要带助理秘书去了吧 万一惹张董不高兴 咱们这项目就泡汤了 苏南挑眉 我理解 到了私人会所 林霜打开预定的包厢 张董就迎了上来 林霜熟练的与大富贫贫的游逆男 来了一个亲热的贴面吻 苏南为你犯着一阵恶心 出于礼貌 他依然得体的走过去打招呼 那个张董看到苏南的脸明显目光一亮 贪婪的眸子毫不掩饰让人恶心 林霜开始介绍苏南 张董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苏副总 游逆男说道 久仰大名 和传说中一样漂亮啊 张董客气了 您的大名才如雷惯 林霜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苏南 苏副总刚来苏氏集团可能不清楚 咱们跟风衡集团是老朋友了 合作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不如把合同拿出来给张董看看 要是没问题就签了吧 苏南顿了顿挑了挑眉 把准备好的合同拿出来 也好 张董最好看清楚 对面的游逆男接过来 像是早就知道了合同内容 随随便便地扫了一眼 只是在数字那里微微一顿脸色 瞬间沉下来 苏副总 这上面的提成 为什么比说好的高了三十个点 林霜一惊拿过去一看 脸色大变这是谁改的 苏南低头一笑 我呀 既然是我来谈这个项目 当然我说了算 就按照这个点不然免谈 大家心里清楚 如果是提高三十个点 那么风衡的前期投入 就要多几千万 这对摇摇欲坠的空壳公司来说 根本拿不出钱 林霜气得脸色铁青 苏南 这都是咱们之前定好的 你凭什么说改就改 凭我是苏副总啊 林经理 我这是在为公司争取最大的利益 你生什么气 你应该高兴啊 你应该跟我统一战线啊 苏南意味不明地看着他 你到底是哪边的人 一听到这个 林霜的脸色就不好了 我 我当然是苏氏的人 可是苏南 做生意要讲诚信的 都谈好的数不能变的 只要没签约 一切都能变 苏南玩味地看着一脸愤怒的张董 还是说 张董和林经理私下达成了什么协议 文言两个人拒势一阵 张董忽然露出一副深沉的笑意 苏小姐 既然是谈 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这份新合同上订的点数 比林霜订的还要低十个点 只要你签了 多出来的这十个的收益全都是你的 林霜转了转毛子 连忙劝他 苏南 你只靠着苏静有什么用 还是要多找几个靠山啊 苏静明显是想害你 才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 不管不问 你跟着他有什么好处 他又不可能娶你当太太 你看看你穿的衣服连个牌子都没有 是从网上逃的吧 你怎么上上下班 打车吗 苏南没心思听林霜的挑拨离间 恐怕他认为自己和大哥是情人关系了 在这挖墙角 林霜得意的屁腻着苏南的寒酸 拽了拽自己一身香奶奶礼服 敏唇一笑 我是过来人 不会骗你的 跟着张董不会让你吃亏的 张董给你准备了一辆二手的猛滴车 以后项目上有张董帮忙你才能坐稳位置啊 看着苏南安静的沉吟着 林霜以为说动了他 满意的朝着张董使了一个眼色 然后不胜酒力的站起来 我去趟卫生间 你们先聊 林霜一出门 某中闪过一抹锐利 哼 看你喝了下药的酒还怎么装 卫生间门口看到熟悉的人鬼鬼祟祟的 我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好了吗 服务员战战兢兢的 那个药已经下到酒里了 那就好 林霜满意的勾唇 服务员咬了咬下唇 林小姐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位女士 应该就是傅叶川总裁的前妻吧 殊不知这一幕正好被刚从洗手间出来的傅叶川听到了 林霜吻哼一声 看得没错就是她 副总的前妻张董怎么敢 就不怕 服务员不敢明说 可是又怕惹上麻烦心理真是后悔死了 一个前妻而已 她如今靠着别的男人上位 傅叶川能多看她一眼 哼 反正都是陪睡陪谁不是陪 陪张董就不行了 傅叶川沉着脸皱眉走出洗手间 林霜小声告诫服务生 这件事要是泄露出去了有你好看 那前夫哥听到有人给前妻酒里下药十几了 傅叶川脸色冷峻的一把扯住服务员 苏南在哪个房间 那个服务员一眼认出了傅叶川 脸色下的面无血色 傅副总 傅叶川冷冽道 说 服务员感受到爸总的压迫感 他下意识地开口 在在3888房间 包厢内 张董笑得猥琐恶心 伸手就想去摸苏南放在桌子上的手 苏南躲开了老男人的手 老男人从包里拿出一个半旧的车钥匙扔在桌子上 苏小姐这辆车归你了 苏南盯着那车钥匙半晌忽然冷声一笑 张董 林霜拿得比我多吧 张董油腻地打量着她 苏小姐那么美 林霜怎么能跟你比 等这次合作完成 还有更多好处等你 苏南冷喝一声 心里则暗想原来林霜就是这么吃回扣走到今天的 很好 她顺手一起收拾 老男人颇不及待举起酒杯 来来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 下一秒苏南将放在桌面上的手机碰掉在地上 张董献保室的弯腰拿起 苏南顺手将两杯酒杯交换了一下 等张董捡起手机苏南笑嘻嘻地举起酒杯到了声线 然后两人碰杯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张董一饮而尽后看向苏南 苏南喝了一口笑着摇晃的酒杯 这酒还不错呢 张董喝了下药的酒脸上已经出现了红韵 苏小姐 只要这事成了 我送你一辆新的猛衣 这事门趴得被傅叶川打开了 苏南 傅叶川一脚将张董踹翻在地 苏南看到傅叶川很是惊讶 她怎么会在这里 傅叶川冷沉地问苏南这酒里有药 你已经喝了 听到傅叶川在关心自己 苏南先是一阵而后恢复冷静 心想着这大概是巧合吧 总不会是她一直在关注我 然后等着英雄救命 见老男人站起身 傅叶川阴沉地盯着她 张丰 想死吗 我可以成全你 傅叶川刚要上前去教训这个张丰 身后忽然出现一个深意 一拳将站起来的张丰又倒在地上 成一一拳又一拳地打在张丰的脸上 苏南喊住成一 够了 别打了 此时的张董被打得皮炮脸肿 听到苏南见他成一打人的人动作微微一顿 回过头笑咪咪道 好 成一直接无视傅叶川的存在将鲜花递给苏南 我去公司接你下班 余秘书说你在这里 我特意来给你一个惊喜 喜欢吗 苏南结果鲜花无奈地叹了口气 计划虽然被打乱了 但也拿到了想要的信息 算了吧 再打下去要出人命呢 我可不想惹上麻烦 成一笑眯眯道 尊历 我的女王大人 张董恐惧地看着面前的人 一个成二少 一个副业川 谁都惹不起 不是说苏南被副业川修了吗 怎么还会多管闲事 成一朝着张董吼道 看什么看 饶你一条狗命 还不快滚 老男人一听饶他狗命 他强忍得眩晕慌张地逃离 突然成一拿起桌上的车钥匙冷逼 鸡脂草 拿走 别脏了我女朋友的眼 点夫割集了自己以前 那个木讷的妻子自离婚后 不仅变得光彩夺目 还有人当着他的面 叫前妻女朋友 傅业川心里更是我未杂陈 成一叫苏南女朋友 苏南无语小声道 别乱说什么女朋友 苏南看了一眼傅业川有些奇怪 他目光冷沉地看着她 副总怎么在这 此时傅业川胸腔的怒火 陌生人给你的酒都敢喝 你就不怕别人下药 这样多危险 离婚后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苏南低头一笑 真是自取其辱了 还以为他会那么好心帮他 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教训他 苏南拿起桌面上的酒杯一饮而尽 然后晃了晃酒杯 谢谢副总仗义出手 酒已经被我调换过 不过我想要什么生活 你没有资格评价 副业川气的咬牙齐齿 上前拉住他的胳膊目光冰冷到 苏南 你什么意思 苏南勾了勾唇 副总 我在这里是为了工作 而跟你结婚 不过是在你家第三下四当庸人 你们副家的人和张峰又有什么区别呢 听到这话副业川顿时欲色 苏南冷笑一声再没看他一眼 踩着高跟鞋干脆利落的离开 成一条了条 没立马跟了出去 副业川站在那里目光冰冷如霜 苏南的话像是一根刺扎的他不舒服 在副家第三下四当庸人 堂堂的副太太什么时候成了庸人 关于他 他好像还有很多事不知道 副业川一出门 就看到门口拽着铃双打滚的张峰 脸色飞红目光迷离 原来他真的早就知道 并且早有准备 那么刚刚自己举动算是多此一举了 或许他从来都没有需要过他 苏南上车离开 刚才听到副业川的误解 他的心不是不痛 结婚三年 他对他竟一无所知 过去的路他不会再走一遍 什么副业川都跟他没有关系 成一瞥了他一眼 我今天救了你要怎么谢我 苏南问想要什么礼物 还是直接转账 成一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还是第一次有女人拿钱砸我 不过我更想让你以身相许 苏南邪逆了他一眼 做梦 为什么 凭什么 应该给我一个机会啊 成一哼了一声 苏南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我一直拿你当姐妹的 好 成一抽了抽嘴角 反正我会证明我才是最适合你的人 苏南不忍心笑了笑随你吧 反正成二少的热情一般持续不了一个月 成一感受到苏南不相信他 没事 他不会再把机会让给别人了 苏南霸气手撕心惊女涅渣男 苏是大楼内凌霜气冲冲地跑进来 脖子上还带着掩饰不住的暧昧痕迹 他带着丝巾预盖迷章 苏南 昨天你怎么扔下我和张董先走了 和风恒的合作到底还想不想继续了 苏南勾了一下唇似笑非笑地看着凌霜 凌霜被看得有些心虚气势一下子弱下来 算了 只要你把合同签了这事就过去了 他把带过来的合同扔在苏南面前 苏南连头都不抬拿着手机点了几下 就传出昨天吃饭的对话录音 凌霜吓得脸色煞白身体微微地站立 苏南笑道 凌霜 我要是把录音交上去公司会彻查你经手的所有项目 你还会坐牢 我劝你想清楚 你真的舍得为了一个合作放弃自己的事业 凌霜苍白着脸色眸中闪过一丝惊恐 立刻跪着恭敬的语气开口 苏 苏副总 是我莽撞了 风恒的项目没有那么好 那公司其实已经是个空壳子了 苏南满意地点了点头心想 他要是不闹是暂时留着也没什么 说不定以后还能钓到更大的鱼 林经理的工作能力我是认可的 但是也得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别总为其他公司操心 凌霜微微僵了一下 苏副总说的是 另一边陆琪拉着不情不愿的傅夜川 说是他家餐厅楼上新开了一家情侣餐厅和他抢生意 川哥你就陪我去看看吧 全当视察敌情 两人来到餐厅服务员强调再三 这是情侣餐厅 陆琪抛了一个魅眼翘起兰花纸 拽着傅夜川的胳膊 我们难道不像情侣吗 此时魏诚带着女友向他们打招呼 魏诚调侃陆琪 你这是怕人家抢你生意 所以亲自过来看看吗 当他们坐着的时候 却看到了苏南与诚意正坐在对面 诚意笑得勾人射破手捧着花送到苏南面前 苏南 送给你 你最喜欢的瑞士小百合 苏南笑了笑顺手接过来谢谢 不愧是你开的情侣餐厅服务很到位 诚意目光一宁 她以为是情侣餐厅的配套服务吗 这是我刚从瑞士空运过来的新鲜花束 这么昂贵的服务可不是其他人能享受的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慢慢来她有的是耐心 诚意问苏南她之前送的花收到了吗 苏南嗡了一声 收到了 破费了 诚意脸色一僵 这就完了 你都不问我为什么送吗 苏南一脸猛 诚二少 为什么呢 我在追求你啊 她恨她的不开窍 苏南嗡了一声 我不接受 别在我身上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了 诚意气得蹊跷冒烟 这么直白的拒绝 她还要不要面子了 此时的怒气嘖嘖嘖 你看那两个人眉来眼去的 诚二少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人 哎哟 他们还打算跳舞啊 音乐声林丁月儿 只见诚意把苏南拽去了舞池 可我跳一支舞来都来了 不想体验一下舞池的感觉吗 不等苏南回答音乐已经开始 要是在这里拒绝只会引人注目 算了 跳就跳吧 音乐声欢快地奏起 两个人的舞步磨合得很合拍 渐渐地两个人成了舞池内的焦点 周围的人都停下来 看着他们一个俊朗妖孽 一个美丽冷艳 裙摆飞扬间就夺走了所有的目光 诚意眸光一闪忽然看到某个角落中的人 节奏恰好结束 一瞬间把人往怀里一带脚步旋转背靠众人 低下头把人拥在怀里 而在身后的众人看来 这是二人在深情拥吻 角落的副叶川更是气得咬牙齐齿 苏南惊艳全场吊打前夫哥小姑子 情侣餐厅内诚意邀请苏南一起跳舞 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顿时掌声一片众人都夸赞他们跳得真好 俊男两女站在一起很般配 苏南一把推开诚意 你刚怎么突然凑这么紧 吓我一跳 诚意忙说没什么 我们走吧 随即搂着苏南走了 回头用胜利的目光瞥向傅叶川 傅叶川没说话脸色有些冷 陆琪瞧着二人的背影冷哼了一声 也不过如此 虽然说得上是专业水准了 但是陆琪才不会承认苏南这个女人跳得不错 魏城冷笑一声就是这心惊女 这么快就勾搭上别人了 闻言傅叶川眸子阴冷地扫了一眼魏城 心惊女 你们背后是这么叫她的 不然呢 她千方百计嫁给你不就是为了钱吗 兄弟们都知道你离婚了我们都替你高兴 总算不用去管那个黄脸婆了 魏城想了想没注意到傅叶川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难看 接着把回忆当笑话讲 记得你们刚结婚那一阵子咱们一起喝酒 你去了卫生间的时候 她竟然大半夜还打电话查岗 电话被我接到了 当时我就警告她让她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也不看看自己能嫁给你已经是一步登天了 此时傅叶川手重重地垂在桌面上 周围热闹欢笑只有这一桌的氛围寒凉如冬 陆其略有些诧异 傅叶川的表情很明显是在生气 因为那个女人 傅叶川冷笑一声 魏城 你干脆来傅家当家好了 说完傅叶川站起来就离开了留下脸色苍白的魏城 陆其连忙追上去肯定是和苏男有关这个女人真是麻烦 他责了一声川哥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大家都是兄弟你知道魏城心之口快的 要是说错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傅叶川也知道自己反应过激了 他没想到自己能控制不住情绪 只是诈一知道那些本音之道却被蒙在鼓里的事情 苏男那么恨他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 此时他胸口闷闷的很不舒服 我不是冲他生气是冲他自己 陆其松了一口气 川哥你不会还惦记着那个女人吧 傅叶川挟了他一眼冷哼一声懒的理睬他的事态 你那餐厅跟着没法比劝你歇业吧 陆其气得脸色发黑这算什么兄弟 这天距离集团的周年庆开始了 参加宴会的都是社会名流 忽然传来一阵惊呼众人纹身看去 宴厅内苏静带着苏男 苏男身穿一条镶嵌着银色水钻的手工定制礼裙 在灯光的照样下自带光环一样 有人认出那不是傅叶川的前妻吗 有这样的太太还离了婚真是有眼无珠啊 这时众人上前打招呼 苏总今天的女伴可真是漂亮啊 苏静笑意举着酒杯向众人示意 这位是我苏氏集团的副总苏男诸位多多关照 苏副总才貌双全一定是能力出众才能留在苏氏吧 真是了不起苏副总以后要多多关照我们呢 苏静低头在苏男耳边轻声提醒 距离集团的林总在楼上我们上去吧 不远处的傅盈莹和几个小姐妹在一起 看着苏男接受众人的赞美脸上冷沉 他们精心挑选的礼服 被苏男那件钻石星空礼裙衬托的黯然失色 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 尤其是傅盈莹她震惊又生气 苏男身上的那件礼裙是她半个月前就看上的 Ruif VTAN的私人定制款 上面的钻石都是著名珠宝品牌的同一系列的真钻 价值接近九位数 就连款式都只在上流名媛当众展示 她让人去租借 却被告知已经被人买走了 可是没想到 竟然穿在了苏男的身上 一旁的女人说道 盈盈 苏男真的是你那个大嫂吗 她也不丑啊 她旁边的男人真的好英俊体贴啊 我刚刚看到你哥哥也看到了 傅盈盈眼底全是杜益冷哼一声 一个被敢出门的女人除了勾搭男人 她还能做什么 八成是想找个金主包养的一辈子吃喝不愁吧 女人为了与男人结婚 隐姓埋名放弃了亿万家产继承权 结婚三年男人不仅把白莲花当心奸宠 还让女人当她的一栋血库 三年的婚姻换来的是丈夫的无事 婆婆与小姑子的谩骂白莲花的挑衅 女人心灰意冷选择离婚 结束了三年失败的婚姻 哥哥把她接回家继承亿万家产 离婚后的女人果断斩断恋爱 脑手似白莲花虐渣男 这天大哥带着苏南来到二楼宴会厅找到林总 两个人轻轻握手 不等苏靖介绍林哥的目光就一到了苏南身上 苏小姐不仅漂亮能力也好 邀请苏小姐参加这次宴会 希望苏小姐不要介意 苏南笑了笑当然不会 恭喜聚力集团成立五周年 希望未来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合作愉快 苏南一语双关 林哥笑了笑 苏总 我能不能单独跟苏小姐聊一下 毕竟如果有机会合作 我们公司对接的负责人是苏南 苏靖鼓励苏南不要担心 林哥拿着酒杯随意的晃着 我想知道苏小姐为什么对这次的合作信心百倍 苏南挑眉 林总 我给出的条件很有诚意相信你也看到 在诸多投资商面前没有比苏是更适合的了 苏南自信满满的表示我们不再不会公司是否有利润 我们苏是有的是钱 我们只看能否长远合作 因为我相信聚力公司的未来 我们能够决定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 林哥听了苏南的一这番豪言壮语 倒是蛮有魄力和远见的 他笑了笑垂谋 目前这些投资商出钱比苏是集团多的出钱的 没苏南让利多 让利多的资金又不够雄厚 林哥不仅仅是个商人更是个技术员 他要给他的心血找到最合适的合作伙伴 林哥低头沉吟着问道 苏副总介意跟别家一起参与三方合作吗 苏南问还有谁 苏南不相信还有比苏氏集团更合适的 林哥举了举手中的杯子示意苏南的身后 果然能和苏氏集团一较高下强硬的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的 除了傅叶川没有其他人选了 傅叶川一身黑色的西装衬托着他整个人凌冽冷漠生人物济 他的目光在苏南的身上停留几秒就坦然的和林哥打招呼 林哥的视线在两个人之间打量 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你们应该很熟 抱歉苏小姐没有提前告诉你 不管我们最终的合作方式 谁傅氏集团都会参与到项目当中 面对苏南不解的目光 林哥笑了笑因为从创始之初 傅总作为资助者一直在资助我的所有项目 原来傅叶川是聚立公司的股东 只是没想到傅叶川的目光早就盯上了人工智能的领域 苏南垂眸一笑 以傅氏集团的能力完全可以独享这次的合作的成果 为什么还要三方合作呢 他挑了一下眉邪了一眼傅叶川 毕竟是全新的领域无人设计 傅氏集团不能独端风险 男人的声音低沉清冷唇角一勾 选择聚立集团苏氏不会有错 希望合作愉快 苏南冷咽一笑勾了一下 纯他说的没错 这次合作能带来巨大的收益 我不能有钱不赚白白便宜的别人 就这样三人举杯庆祝合作愉快 林哥看着两人僵硬的气氛 不如你们两位去跳第一支舞吧 作为周年庆的开场 我想这无疑是宣布我们合作最好的方式 傅叶川微微醋没看着苏南 苏南笑了笑委婉道 抱歉我不会跳舞 说完踩着高跟鞋转身就走无视傅叶川冷沉的目光 林哥耸了耸肩一支舞而已 他都不愿意看来往后的合作不会太愉快了 傅总 离婚离得这么不体面的豪门你还是第一个 傅叶川的脸色一沉 看着他裙摆摇曳的背影脸色越发的难看 不会跳舞 哼 上次在情侣餐厅跟诚意跳舞当他眼瞎了吗 不过忽然想到未成的话 他的怒意不自觉的消失心脏处有些别扭 可能真的亏欠了苏南吧 下楼后苏南淡淡的神色有些冷 看到苏南的表情苏靖不明所以 苏南开口 大哥傅叶川是股东林哥要求三方合作 苏靖顿了一瞬终于明白了苏南的冷淡原因 他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宠一倒 没关系风险供丹利大于弊 苏南愣了一下忽然意识过来 傅叶川担忧的也正是苏氏集团担忧的三方合作的确利大于弊 想通了他胸口的闷气一扫而光 笑着挽起苏靖的胳膊 幸好大哥提醒我了 不然我在心里都要骂到他们祖宗上了 苏靖忍不住的笑在旁人看来这样温情的一幕却格外的刺目 傅叶川在楼上盯着两个人动作轻密的站在一起 林哥则的一声凑上去 听说苏靖不敬女色他怎么对苏小姐这么伤心 难道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傅叶川目光冷沉不说话 林哥看出了傅叶川的心思 心里暗想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随后林哥走过去跟主持人耳语几句 主持人就拿着话筒上前 诸位来宾欢迎大家历临聚力集团的周年庆典 为了庆祝这个难忘的日子 我代表林总宣布聚力集团的最新项目合作方 为富氏集团与苏氏集团 现在有请傅叶川副总与苏南苏总为庆典开场共舞一曲 大家的欢呼声顿时热烈起来 苏南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些发愣 他一点也不想跟傅叶川纠缠 但是赶鸭子上架 周围的人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 苏南还在纠结中而傅叶川已经到了面前 弯腰伸手邀请苏南共舞 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的身上 显然这次的邀请无法拒绝 不能为三方合作的开端留下任何负面的影响 这对于合作十分不利 苏敬心疼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苏南淡然的一笑 伸出手就搭在了傅叶川的手上 傅叶川掌心微量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 结婚三年他们没有办过婚礼 他好像也从未主动拉过他的手 这是第一次牵手 乐队开始演奏整个艳厅之内的回荡着悠长庆缘的欢快乐曲 傅叶川幽暗深邃的目光盯着苏南的面容 他的手落在他的膝腰上 苏南的身体僵硬了一瞬间感觉十分不自在 结婚三年两个人都没这么亲密过 离婚后却一起跳舞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不一会苏南腰枝柔软的紧随着音乐摆动 傅叶川声音低沉 女人你刚不是说不会跳舞吗 文言苏南挑了挑眉 分忍 苏南又被渣男的妹妹刁难如骂 面对这样的白莲花苏南会如何反击 就在刚刚苏南与傅叶川因为合作 两人不得已要共舞异曲 傅叶川凑近苏南问道 你会做生意这件事我也不知道 苏南嘴角轻轻勾起带着一丝讥讽 你不知道事情多着呢 但我没必要告诉你 结婚三年他从未想过了解自己这个妻子 那么离婚后还有必要多说吗 三年时间于他而言不过是婚姻的过客 可这段婚姻对苏南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教训 苏南他只想这一曲快点奏完 可傅叶川离这么近真是浑身难受 傅叶川的眸子却如此式的盯着他脸上 音乐快到了尾声 他的身体向前倾斜苏南恰好往后一步仰头配合 傅叶川没有后退 他却随着音乐下意识的向前支起后背 两人的唇就那么猝不及防的差点碰在了一起 台下的人小声议论他们不是离婚了吗 这是要复合的节奏 苏南一把推开傅叶川 眼神冷冽这样有意思吗 苏南转身潇洒离开 傅叶川垂眸呆在原地 刚刚他离自己那么近差一点就亲上了 灵哥上前询问傅叶川刚才你是故意的吧 别人或许看不出 苏南跳的节拍没问题 问题就出在傅叶川的身上 你从小接受贵族的精英式教育 我可不太信你跳舞的时候会反应迟钝 傅叶川直接无视灵哥的问话 眼听二楼 苏南走向诚意 你来晚了 诚意无所谓的依靠在栏杆上洒脱不羁想来就来 要不是听说你也来了 我才懒得出席这种场合 苏南白了他一眼 少扯上我 分明是你爸让你来的 诚意丝毫没有被戳破了尴尬 咧着嘴一笑反正我的目的是你 这时有人喊到苏南 苏南一转头就见傅盈盈带着自己的小姐妹 气势汹汹的走过来 苏南 你还要脸吗 你都和我哥离婚了 还想方设法的勾搭他吗 我告诉你我们家是不会要你这种女人的 苏南翻了一个白眼 这一套可真是幼稚 诚意带着冷笑看向傅盈盈 呦喝 这又是谁啊 嘴这么臭 敢在他面前欺负苏南 不想活了吗 傅盈盈狠狠地瞪了一眼诚意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他相好的 诚意乐了 相好的 我喜欢这个身份 苏南无奈地看一眼诚意警告他闭嘴 他淡漠地扫了一眼傅盈盈 傅小姐 你想干嘛 傅盈盈俱要地抬着下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了什么主意 你刚刚肯定是故意亲我哥的 想让我哥喜欢你 做梦 我哥心里只有乔婉柔 你不过是个给他输血工具而已 别再一响天开的奢望 嫁入我们傅家的豪门了 苏南冷喝一声 全世界都知道你哥和乔婉柔的私情了 傅小姐应该早点说这些话帮我作证 她就是个婚内出轨的渣男 傅盈盈脸色一白 气急败坏地指着苏南 大家还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吧 她身上穿的吃的用的 都是出卖自己靠男人得来的 她就是个野山鸡一分钱都没有 在傅家的时候一直问我哥伸手要钱 傅盈盈肆无忌惮地大笑哈哈 她还以为自己是豪门少奶奶 不过是庸人洗衣做饭刷马桶 她连保姆都不如 突然身后冷力的声音骤然响起 傅盈盈 闻言傅盈盈震惊地回头 哥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傅盈盈 站在那里脸色黑得难看至极 傅盈盈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脸色惨白 心想糟了我哥不知道这事 现在我嘴快说出来了 哥 我只是教训一下他 这个女人刚刚还想勾引你 一旁的诚意忍不住冷笑着打断了傅盈盈的话 呵呵 别装了 诚意听到那番话气的发抖恨不得将面前的傅益川暴打一顿 傅家的人就是这么对他们小心呵护的苏家大小姐的 诚意语气寒冷 傅小姐还有脸把恶心当成光辉世纪到处炫耀吗 苏男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瞎了眼架到你们家 苏男的一枪欢喜三年的义无反顾 不该成为被谈论嘲笑的谈资 跟你有什么关系 说实话吧 你是不是早就和苏男有一腿了 在苏男和我哥离婚前就 傅盈盈竟然还没忘记给苏男泼脏水 傅叶川呵斥傅盈盈闭嘴 他质问刚刚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吗 傅盈盈有些慌不知如何应对 傅叶川见他由于冷力逼问道 说 苏男冷淡轻吃一笑 傅总 都是真的 此时众人一片哗然 哦呦嘖嘖嘖 原来当时的离婚绯闻不是空穴来风啊 豪门生活果然不好过呀 不把老婆当人真恶心 出轨渣男还好意思在这里装 傅叶川的身体一将心脏像是被人重重的揉捏了一把 原来不仅仅是他身边的兄弟瞧不起他 还有整个傅家都在欺负他 而作为苏男丈夫的自己三年的婚姻 他回到新房的次数去之可数 每一次见到他只会让他去给乔婉柔献血 傅叶川拳头紧紧的攥起 一直以为他对他很好 原来都是他自己在自欺欺人 他竟然亏欠他这么多 苏男却倾笑了一声 不过即便是真的又如何呢 让傅大小姐和傅太太给我跪下来道歉 让他们给我洗衣服做饭当庸人 还是想用钱来打发我这个穷酸前妻呢 傅总 还是你选择亲自跪下替他们道歉 傅叶川沉默不语 大家希望傅叶川下跪吗 苏男霸气手撕白莲花简直不要太解气 苏男面对傅盈盈的谩骂语气冰冷 质问傅渣男是不是要跪下来给自己道歉 此时众人都震惊不已都在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好家伙苏男可真敢说 这已经不是互相道歉给个台阶下就能万事大吉的事了吧 让他哥当着这么多人给苏男道歉 真是白日做梦 你算什么东西 傅叶川打断妹妹 够了 哥 你怎么总帮着他一个外人 傅叶川敏唇非诚的毛子里满是复杂 他说的那些条件他没有一样能做到 除了钱 可是苏男并不需要 这一次他有了无力的挫败感 苏男 可苏男并不打算让步 如果傅总什么都做不到 就别摆着一副愧疚的样子做给人看 道歉并不值钱 您还需要卖惨吗 也太贱了吧 苏男冷笑 目光阴冷的看向傅盈盈 傅小姐把这点丑事翻来覆去的拿出来 说想让我丢人 丢人的可不是我 是你们傅家 绿带儿媳 继承人出轨 还到处炫耀真实大开眼界 是你不配 苏男 刚才分明是你想勾引我哥 你难道不承认吗 苏男饿了一声语气冰冷 傅小姐认为我在故意勾引傅总吗 苏男斜眼瞟向议论的众人 在其他人看来也认为是自己主动勾引傅叶川吗 苏男嘴角勾起一抹嘲讽 三年前我是瞎了眼才嫁给傅总 三年后我总不至于再下一次 我就算去勾引全天下的男人 也不会再找傅叶川的 那些令人压抑窒息的过往 他不愿意再回想一次 傅盈盈被苏男寒凉的目光看得浑身一颤 他觉得此刻的苏男陌生极了 印象里那个唯唯诺诺不敢反抗的苏男 一定不是眼前这个人 苏男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下转身离开下楼 诚意冷冷地瞪了一眼傅叶川和傅盈盈 你傅叶川也有今天 众人看着站在那里脸色难看的傅叶川 林哥笑着说大家继续吃好喝好 想让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下楼后有人叫住了他 苏小姐以后还望多多关照 刚才苏小姐光明磊落英姿撒爽我敬苏小姐一杯 苏男喝着一杯又一杯他们敬的酒 他喝得有些头昏 诚意给他倒了一杯水 苏男今晚是不是傅叶川欺负你了 傅盈盈怎么说你勾引他 没有意外而已 诚意摩拳擦掌道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苏男笑了 行啊就靠你了 这时又有人来敬酒诚意替苏男接过代喝了 苏男喝多了想去洗手间一趟 用冷水洗了的脸胸口的玉气消散了不少 刚要拿起纸巾擦脸就听到外面傅盈盈的声音渐进 苏男那个白莲花我不会放过他的 今天让我们傅家颜面尽事不说 他身边围着的男人络绎不觉真是丢脸 踩着男人的身体上位就真的成了你强人了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傅盈盈正说着和小姐妹走进来 恰好看见苏男就倚靠在洗手台上 傅盈盈这么一下瞬间就恢复了讨厌的模样 冷哼一声真是走到哪都晦气 苏男不禁笑了一下 同感 傅盈盈眉毛一束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别人不知道你的真面目 你以为你就能抹去过去重新开始了 你就是不入流的下三滥 走到哪都摆脱不了一身的穷酸味 苏男勾了勾唇双手环抱 傅小姐 以前的事我不主动跟你计较 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而不是主动凑上来找不自在 傅盈盈也不甘示弱 你说什么 你还敢警告我 我是傅家的大小姐 你算什么东西离开了傅家你屁都不是 小门小户出生的平民有资格和我平起平坐吗 哼 我就是看不惯他故意刁难他支持他做家务 他就该这么低三下四忍气吞声 苏男抹唇 你真拿你们傅家当一盘菜了 傅小姐优越感过头了吧 哼 苏男 你忘了你当初都不要脸了 宁可给乔婉柔当一栋血库 也非要死皮赖脸的嫁给我哥 不就是为了卖血赚钱到天女 现在去靠男人 苏男收了笑意脸色冷裂 傅小姐 我劝你闭紧你的嘴巴 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傅盈盈冷哼 我怕你啊 苏男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 你一个穷村女拿什么跟我懂 下一秒苏男拿起杯子 就将一杯凉水朝傅盈盈头上身上泼 傅盈盈惊呼出声 苏男你竟敢弄脏我身上的第二高顶 苏男放下杯子勾了勾唇 真以为我会跟以前一样人你吗 傅盈盈念慕猙獰抬手就要朝苏男挥去 苏男 你这个白莲花 可是巴掌还没落下去 苏男像是等着她主动式的嘴角轻轻一挑 眸光微闪 身体灵活地侧到另一边 一只手准确地擒住傅盈盈的胳膊 另一只手狠狠地抓住她前面的波浪刘海 嘴这么脏帮你洗一洗 随后往前一推将傅盈盈一头猛扎进去水花四溅 后面的小姐妹惊呼一声震惊的脸色大变 苏男霸气手撕前姑子打脸前夫哥简直不要太爽 苏男面对傅盈盈的挑衅与谩骂决定不再忍让教训一下她 当她一出手时直接将她按在装满水的洗脸池里 傅盈盈猛力挣扎脸色惨白 湿漉漉的像落水狗一样狼狈不堪 小姐妹立刻上前扶住她 盈盈 你没事吧 苏男撩了撩头发满意的笑道 傅小姐 刚刚我说了我不忍你了 再来惹我就得付出代价 随即踩着高跟鞋离开了 傅盈盈看着苏男离开的背影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一样 当苏男从洗手间出来时抬头就看到了不知道在内站了多久的傅叶川 她想装作若无其事的走过去 可是偏偏又被叫住了 苏男 傅叶川站在那里 看着她故意的无视自己 心里明明极不自在但是她必须这样做 她欠她的所以听到女洗手间发生的事情 她也忍住了没有进去阻止 苏男顿住了脚步侧头看她 傅总是来找傅小姐的吧 您来得太晚了 她现在不方便出来见人 傅叶川眉目深邃的看着苏男问道 为什么平白无故的离婚 苏男扯了扯嘴角 离都离了 傅总现在才想起来要一个答案会不会太晚了 您只要照顾好乔婉柔就行了 我们从此井水不放河水 傅叶川醋眉 想跟他解释清楚乔婉柔的事情就被苏男冷冷的打断了 行了 提起来还不够恶心的 傅总以后我们还是装作不认识吧 说完他踩着高跟鞋头也不回的走了 好好的心情都被破坏了 苏男脸色微沉的出来正巧 看见苏静已经谈完事情在等他 为他披上外套 累了吗 累了我们就回家 苏男眯起眼睛笑了笑 世上还是哥哥好啊 苏男问用不用打声招呼 不用 我早就说过了 走吧 司机在外面等 他应了一声挽着苏静的胳膊往外走 俊男美女急气惹眼 后面的诚意就追上来 苏总 介意一起吗 苏男看向苏静 苏静脸色清冷道 介意 不顺路 苏男笑了笑 挥了挥手 诚二 再见啊 第二天苏市大楼苏男坐在办公室打开手机一看 昨晚上的那场宴会流传出的照片 一下子把苏男和傅叶川两个人推上了热门 豪门夫妻一丝复合 照片配图正是两个人跳舞结束的那一吻 抓拍的可真是巧妙 苏男冷吃了一声懒的礼会 苏男点进群 群里炸了过市的热闹 诚意 一百万的公关费 还真是敢要 秦宇问 诚二少不也去参加了吗 怎么连个镜头都没有 宁知了达到 有她的镜头 谁拿钱撤热搜啊 苏男无奈的加上一条 下次请直接给我转账 我下场澄清 诚意 绝望土红墨水 这时宁知了发来一条江湖旧集 今晚八点有个慈善晚宴要参加 但她不在国内 她公司一人笑然美女办了 叫苏男替她去 苏男来到慈善拍卖现场 竟看到了曲情与傅盈盈 苏男无语泽了一声 真是阴魂不散 转眼很快就到了最后一件拍品 偌大的屏幕上出现了图片 是一个翡翠的烟斗 古董老物件看上去水色清亮色泽水润 是由傅氏集团的傅太太和傅大小姐提供的翡翠烟斗 起拍价三百万 苏男瞪大了眼睛 这烟斗不是傅家祖上传下来的宝贝吗 傅老爷子拿命护着的心头至宝 曾经他只是打扫祠堂时不小心碰到了 就被曲情罚归一整晚 曲情举牌三百万 苏男感到不可思议 翡翠烟斗别人想看一眼都难 竟然被他们拿来这里竞拍 苏男冷喝一声 有意思 那就陪他们玩玩 他毫不犹豫举牌一千万 场内顿时哗然 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看到苏男傅盈盈与曲情也是很惊讶他怎么在这里 这烟斗识货的人估计傅家老爷子不敢拍 不识货的也不会拍 所以他的计划很完美 拿出来走个过场自己再拍回去面子里子都有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遇到了苏男 一旁的曲情明显有些慌张 苏男的竞价明显毫无顾忌 一千万是他们的极限 两个女人在傅家没有涨价大权的 每个月定时从丈夫手里拿零花钱 私房钱也不多 明显没有底气继续竞价 苏男的到来是意料之外 曲情之前的打算 就算有人竞价 也不会超过一千万 就算超过一千万 也不会跟傅家的人抢 可是苏男就不一样了 他是冲着他们来的是冲着傅家来的 德善拍卖会上苏男霸气拍下钱夫哥家的传家之宝 钱婆婆被啪啪打脸 就在刚刚苏男举牌一千万 曲情还不作镇定的回头狠狠的瞪了一眼苏男 像是在警告他 一千一百万 曲情镇定自若 原以为一千万就封顶了曲情竟然追嫁 一千二百万 苏男跟上 他要一开始就熬干他们的内心 一千三百万 曲情在跟明显有些坐不住了 曲情眸光慌乱的厉害 傅盈盈没有犹豫像是做了重大的决定 两千万 他们以为苏男的底线就是两千万了 苏男直接打断他举起牌子 三千万 他已经懒得去一点点的吓唬曲情和傅盈盈了 他要直接拿下 曲情和傅盈盈的脸色苍白难看 苏男一定是故意的 故意跟我们作对 全场无人出声 三千万三次 恭喜这位小姐 所得善款我们会捐赠给希望小学 众人开始鼓掌终于打破了沉闷紧张的氛围 苏男得体的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就冲在前面那两个人笑了笑 心情真是好啊 苏男后面拿东西 果不其然曲情和傅盈盈也跟了上去 一旁的工作人员客气地将东西放在苏男面前 苏男举起来看了看 在烟斗底部有一小块红色的斑点 果然不错是真的 他根本无视在一旁的那两个人 曲情实在是忍不住了 冷哼了一声 苏男 你眼睛长到脚底下了 看见长辈连礼貌都不知道了 苏男饿了一声 傅夫人也在 真巧 曲情气得脸色发白 你还真是反了 以为有了靠山就敢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吗 你别忘了 我可是你婆婆 苏男忍不住的倾校出声 您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吗 我早就跟您儿子离婚了 傅盈盈忍不住开口 苏男 你真是太无理了 怎么能跟长辈这么说话 苏男收敛笑意目光 凉凉的扫顾傅盈盈 想教训我呀 傅盈盈说了一下 没敢作声 这两个人本来是想给苏男一个下马威 然后哄他两句 把烟斗拿走 结果苏男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笑了笑 您要是有三千万 刚刚竞拍的时候可以提出来 我们宫廷竞争啊 现在晚了 虚情剑强硬的不行 于是她是骨肉计 哪知苏男软硬不吃 虚情一脸得意的说 她已经联系了叶川 她马上就到 她来不来东西都是我的 真把自己当三年前的蠢女人吗 她掏出一张黑卡对工作人员说 刷卡吧 她撂了撂头发 只要我高兴我出得起更多的钱 苏男接过来 在相关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烟斗正是属于她苏男了 人立马凑上去 傅盈盈慌张地开口 哥 都是苏男把烟斗抢走了 那可是爷爷最喜欢的物件啊 看不到的话非要出大事的 傅叶川站在门口眸光 深邃冰冷地看着屋内的人 她语气凌厉呵斥傅盈盈 闭嘴 偷拿老爷子的东西 你有几个胆子 傅盈盈被吓得一哆嗦 虚情也不敢抬头 苏男准备离开 不打扰你们团聚 我先走了 傅叶川冰冷开口 苏男 东西你不能带走 虚情连忙开口 对 不能让他拿走 苏男挑眉扬器手里的文件 看好了 这里可不是你们说了算 现在他是我的 苏男扫了一眼傅叶川难看的脸色 心情莫名其妙的好 傅夫人还是担心一下 自己会不会被傅老爷子赶出家门吧 虚情脸色一白 你故意跟我作对 你想气死我 苏男冷冷地说到 故意折磨我 这不是你最爱做的事情吗 虚情一阵不知如何回答 傅叶川气压很低 苏男 你要多少钱才肯把东西留下 苏男轻笑 我看起来缺钱吗 告诉你们这只是开始 人无意间拍下 前夫哥家的传家之宝 面对前夫哥提出的条件 苏男会答应归还吗 苏氏大楼内楼捧着一束鲜花 进来说是 处氏集团副总的秘书打电话 想约您吃饭 苏男冷笑一声目光清冷 说我没时间推了 以后他的饭局不用问我直接推掉 还有成少爷送的这束花 苏男醋没合上文件 我之前不是说直接扔掉吗 听到这话诚意突然出现生气的质问 苏小四 你真是太让我伤心了 我精心为你挑选的花 你不仅不惊喜 还看都不看直接扔掉 苏男顿了顿看着看他 成二少 今天怎么过来了 成义气的咬牙齐齿的瞪着他 我来约你吃饭的 没想到你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 苏男歉意的笑了笑 我在公司太张扬会被人说闲话的 成义冷哼一声 我不管你 你理亏 你得请我吃饭 苏男只好无奈答应 好吧 走 地方拟定 到了餐厅 谁诚想又看见了不想看见的人 陆琪冷哼一声 苏男 你推了川哥的约 就是为了和成二少约会 苏静 萧然 成义 你身边的男人一天换一个 看上去还真是忙啊 副叶川在一旁 没做声眸光带着寒意 苏男轻笑了一声 晚上成义的胳膊 我换多少男人 和多少人约 跟你有关系吗 难道陆少也想约 陆琪背对很是生气 凭什么每次都被苏男欺负得死死的 就你这样的我看都不会看一眼 苏男也是一脸嫌弃 说实话 他上次见识过了陆少的身材实在是不怎么样 我对男人的身材标准可是要求很严格的 陆琪背弃的全身颤抖 牙口无言 可恶 性敢说我身材不好 陆琪背弃的脸色发青浑身发抖 却一句话不敢说 要不是他手上有他的果照 见陆琪吃瘪成义笑了笑 他的眼光一向很高 陆少再说下去就要影响我们苏男吃饭的心情了 苏男声音低沉说道 已经影响到了 苏男冷冷地看了一眼陆琪 无视他旁边的傅叶川直接走了进去 由于遇到了不想见的人 苏男连吃东西都没胃口 只多喝了点饮料 然后打算去洗手间洗把脸 诚意则说给余秘书打电话 让他来接我们 苏男喝得有点多了脑袋晕乎乎的 没想到在转弯处就撞到了一个人身上 他连忙道歉 一抬眼就看到傅叶川那张冷峻的脸 他顿时清醒过来 立刻后退一步保持距离 傅叶川眸光微沉 巧了 苏男 苏男挑眉不巧 我正要走说完便转身离开 却被傅叶川拉住了 我们谈谈 苏男转头退后几步 我不认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 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联系我的助理 傅叶川开口 条件你随便开 咽斗我必须拿走 苏男笑了笑 傅总还不明白吗 从昨天开始 无论什么条件我都没搭理 你们就是拒绝的意思 这时诚意出来叫苏男走了 苏男说他包包没拿 诚意说去帮他拿 让他先上车等他 苏男就站在外面等诚意 忽然傅叶川与陆琪也出来了 陆琪问傅叶川乔婉柔是不是要回国了 这么久不见还真有点想他 虽然他做的不对 可你的惩罚也太重了 都是自己人原谅他吧 见他们快走近时苏男赶紧避开 两人边走边说上了车离开 苏男收回视线目光争冲胸口闷腾 好一个自己人 对他们来说 让乔婉柔出国竟然是惩罚 让他回国也只是傅叶川一句话原谅的事 那他三年的血又算什么 苏男冷喝一声 你们能原谅 我可不能既然乔婉柔要回来 那我就为他准备一份大礼吧 诚意把苏男送回家 见苏男要进去了 他一把拉住苏男深情的对他说 苏男少了一个傅叶川 你身边还有很多人 别因为他不开心 他不配 你可是我的女王陛下呀 这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真的认真起来了 可不管是谁 目前我都不想谈感情 苏男慌张的掩饰情绪 诚二少 你哄女人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大了 诚意微微一阵笑了笑 别人可没这个资格让我哄 也是 你的女朋友排队能绕地球一圈 都是别人哄你的 诚意笑了笑 你也知道都是假的 我清白得很 随即搭着苏男的肩膀目光宠溺 我走了 你好好休息 苏男输了一口气回到家 拿起他拍下的翠玉烟斗 他勾唇笑了笑 咔咔拍了照片特写发到朋友圈 心桃的玩意 欢迎品鉴 第二天苏氏大楼内苏男开完会准备进办公室 当他推门走了进去 没成想傅老爷子与傅盈盈也在 傅老爷子端坐在沙发上冷着脸看着苏男 没规矩 进来不知道敲门吗 面对傅老爷子的下马威 苏男会如何反击 安人为了夺回命根子 直接给苏男一个下马威 以为苏男还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负的小绵羊 面对傅老爷子的下马威 苏男冷笑 他走到办公桌前坐下 副董事长 我进我的办公室从来不敲门 被无视的傅老爷子愤怒地哼了一声 苏男 没想到你离婚之后成了苏氏集团的副总 我真是小看你了 难怪你主动提离婚 原来是找好下家了 苏男笑了笑 副董事长不满意你现在看到的吗 难道还想让我像在副家一样跪着听你训话 傅老爷子不满苏男的态度 你是要跟我翻旧账吗 竟然这么跟长辈说话 苏男扑斥一笑 这里是我的地盘 没有晚辈长辈只有上下级 傅老爷被气得脸色铁青 傅盈盈见状站起身开口训斥 苏男 你怎么敢跟爷爷这么说话 他都一把年纪了 你想把他气死吗 也跟我有什么关系 傅老爷子见苏男硬的不吃气的不行 行了 苏男 你开个价吧 翠鱼烟斗是我的命根子 你要多少钱才肯拿出来 苏男挑眉了一声 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啊 不过我已经说过了那东西 就算你跪下来求我 也不 慢 傅老爷子脸色阴沉 傅盈盈握紧拳头恨不得揍他压的 苏男 你就是恨我们傅家是不是 就是不想让我们全家好过是不是 就是故意不把烟斗还给爷爷的是不是 苏男坦然的承认 是啊没错 傅盈盈气的浑身发抖 傅老爷子站起便拿起电话 够了 苏男 我给过你机会了 既然你不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苏静这么捧着一个离婚的女人 我倒是好奇 苏董事长知道以后会怎么办 苏男笑了笑伸手 您随意 傅盈盈得意的看着苏男 一副他快要大祸临头的样子 等着看好戏呢 电话拨通后 苏一峰接起电话声音悠闲的应付着 傅董事长怎么有心情给我打电话 苏董 听说你前几天去欧洲度假了 看来心情不错呀 那是年纪大了就得多出来走走 要是没事就挂了 我在钓鱼呢 苏男挑了挑眉 这是要打电话给我爸告状啊 真有趣 傅老爷子话音一转 苏董啊 你儿子最近跟一个离婚的女人走得很近 这事你知道吗 是吗 我不知道 苏静能力出色 有你当年的风范 被这么一个女人耽误了 岂不是坏了大事 苏一峰倾笑 一个女人而已 能坏什么大事 傅老爷子看了一眼 苏男意味深长的开口 这个女人不简单 刚离婚就被苏静捧上副总地位仅次于她 你这个董事长不管管啊 苏一峰笑了几声应付着 副董事长还是好好管管你自家儿女吧 你孙女不是把你的命根子烟斗给卖了吗 哎呦 我于上钩了不聊了 电话被挂掉傅老爷子冷哼一声瞪着苏男 你运气还挺好啊 不过你以为这就逃过一劫了 不要以为你就能进苏家大门 苏男笑了笑这就不劳您操心了 反正苏家的门我禁定了 来人送客 这时出来两个保镖 苏男声音低沉 以后不要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放进我的办公室 是 苏副总 傅老爷子这一趟也是被气得不轻 真是不仅敬酒不吃吃罚酒 在他们走后没多久苏一峰给苏男打来电话 苏男接起电话 爸爸 钓了几条鱼啊 苏一峰一愣 傅家那老头子去找你了 是啊 就在我办公室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电话告状呢 我呸 他还有脸告状 他们敢欺负我宝贝女儿 算什么东西 苏一峰破口大骂 我还没去找他们算账吗 他们就敢告状了 别生气了爸爸 我已经把他们赶走了 苏一峰笑了笑 做得好不用客气 给傅家点颜色看看 这时与秘书敲门进来 苏副总 距离集团的林哥想邀请您吃饭 有关项目的问题需要跟你商议 苏男应了声就对老父亲开口 爸爸你接着钓鱼吧 我要搞失业去了 下班后苏男来到约定好的地点 见到的不仅仅是林哥 还有傅叶川 怎么林哥这是要给傅叶川当说客啊 真是无聊的男人 人为了报复前夫哥一家不惜豪志 千万拍下前夫哥家的传家宝 然后又当着前夫哥的面将他摔碎 傅叶川为了拿回翠玉烟斗 不得已请林哥约苏男出来 苏男一打开门就看到傅叶川脸色不由的一尘 林哥尴尬的笑了笑 表示他也没办法受人之托 苏男语气冰冷 副总 如果是因为烟斗的事情就没必要再谈了 苏男 老爷子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你消气了就把东西还给他吧 条件你随便提 听到这话苏男玩味的摸了摸下巴 你非要这个翠玉烟斗的话也不是不行 于是他做了个请的姿势 请林哥先出去他要跟傅叶川单独谈 林哥也为他俩之间的气氛感到尴尬 他捏了一把冷汗赶紧溜了溜了 带林哥走后苏男开口 副总 我的条件是我给乔婉柔献过多少血 让他一年之内如数还给我 傅叶川震惊不已 问道 什么 苏男冷哼一声 我的血他配用吗 副总你说呢 傅叶川问这样就能把烟斗还给我吗 苏男淡淡说道 再说吧 乔婉柔下了飞机傅叶川亲自去接 乔婉柔一脸娇羞 叶川你来接我了 上车后傅叶川告诉乔婉柔这三年苏男给你输了多少血 你一年之内再抽出来还给他吧 闻言乔婉柔花容失色 什么 喂 为什么呀 你还在因为我冤枉他生我的气吗 不是都过去了吗 你又不喜欢他 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件事 如果你还不满意我可以跟他道歉的 见傅叶川不为所动 乔婉柔又将成衡搬出来 如果他还在的话一定不舍得他 叶川 你忍心让他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吗 听到这话傅叶川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中 心想要不再找苏男谈谈实现 看看三年之内还清行不行 一旁的乔婉柔阴沉着脸 苏男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苏氏大楼内傅叶川来到苏男办公室 苏男 要乔婉柔一年之内还清有点困难 改成三年行不行 苏男眼神一冷 可以啊 他阴沉着脸拉开抽屉拿着烟斗朝傅叶川走近 这就还给你 正当傅叶川伸手去接十下一秒苏男松开手 烟斗就这样啪啪的砸在地上摔得稀碎 傅叶川一脸惊恐 苏男 苏男叫傅叶川可以把东西拿回去了 我比傅总言而有信多了 对吧 傅叶川气得不行 但他拿苏男没办法 见傅叶川不走秘书于楼上前告诉他 傅总 应该离开了 于楼捡起地上烟斗的碎片拿着傅叶川 傅叶川浑身气压很低却什么也没说 待傅叶川走后 于楼告诉苏男凌霜到处散播他的恶语谣言 于楼还说凌霜最近和一些富豪太太千金小姐们走得很近 今天晚上会参加一个聚会沙龙 苏男邪妹一笑让于楼把地址发给他 他要去凑凑热闹 这就是对待白莲花的打开方式 苏男听到凌霜到处散播他的谣言 于是他来到宴会厅拿着一杯红酒却没看到凌霜 正当他想着专门为凌霜准备的好戏可没法上演时 突然身后传来的几个女人在骂苏男如何恬不知耻 最后被富家扫地出门 抱苏静大腿当小山还有各种谩骂 苏男顿住脚步冷喝一声 他简直无时无刻都是主角 他刚要走过去教训一下那几个女人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委委屈屈开口自己是多么可怜 如何被苏男欺负还说要教训苏男 下一秒苏男笑盈盈地走到凌霜背后 开口问凌经理想给我什么教训 凌霜也是一惊 由于苏男的突然出现让他们一愣 凌霜惊慌转头 苏 苏副总 真巧啊 苏男对他笑了笑 不巧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话必直接将杯里的红酒一滴不落地倒在他的头上 凌霜浑身僵硬而后震惊起身愤怒地瞪着他 苏男 你疯了吗 地旁的女人生气地指着苏男 你不配出现在这里要叫保安把他赶出去 苏男根本就不把那两个蠢货放在眼里 他一把抓住凌霜的手臂 凌霜 作为回报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大礼 凌霜以为苏男要拿张董的录音威胁他 因为他并不担心 苏男都纯笑了笑 我有说过是那段录音吗 这是宴厅内传来了一片喧哗声 这不是凌霜吗 他最近都在我们圈子里呢 纹身看去只见大屏幕上放着凌霜与一个男人在车里 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是一个女人认出了那个男的不是疯狂的张董吗 张太太 那是你丈夫吧 哎呦 真恶心 凌霜惊慌转头 苏男 下一秒凌霜就被张太太的一个大逼豆扇在她脸上 张太太怒气飙声骂她是白莲花竟敢勾引她丈夫 前一秒还挑唆让她帮忙散播苏男的谣言 现在却在背后捅刀子 张太太抓着她的头发扬言要打死她 看到凌霜狼狈不堪的惨叫 苏男满意的笑了笑转身离开 张太太果然是传说中的暴脾气 这也是宁知了打来电话说她回国了 问苏男明天晚上有空和秦云一起来参加她的大秀开场 苏男表示没问题我一定去 爱莲花你的呼吸打扰到我的心情了 就在刚刚苏男带着秦云来到预约的品牌店挑选礼服 见到两人店长亲切开口 他们已经将店内清厂专门服务两位 苏男笑了笑说不用麻烦 我们就在楼上看不耽误你们做生意 来到二楼店长介绍所有限量版的款式将由模特亲自展示 两人看着模特身上的裙子都很漂亮 秦云告诉苏男你穿哪个都很好看 苏男表示那就全部要了 这是楼下传来的吵闹声 傅盈盈双手插腰站在那里不难烦的大吼 人呢这么大的店没有人服务吗 你们就是这么服务客人的 店员闻声出来迎接 傅小姐傅盈盈开口质问 人怎么才来刚才去哪了 苏男目光一瞥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乔婉柔和傅盈盈 哼早知道还是清场的好 秦云来到护栏一看还真是傅盈盈 见两人要上二楼店员赶忙道歉阻止 楼上的重要顾客不能被打扰 如果您想去二楼的话需要等到明天 一听这话傅盈盈愤怒了凭什么不能去 我可是你们的VAP客人 你们什么服务态度小心我投诉你们 店员笑了笑为难开口 傅小姐真的不可以 一旁的乔婉柔绿茶对傅盈盈就是一顿茶气挑拨 盈盈 算了吧可能楼上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呢 我们还是在一楼吧 一听这话一向心高气傲的傅盈盈感觉有被侮辱到 她冷笑一声 我今天还非得去二楼看她不可 楼上的钥匙不愿意就让她滚下来 不顾店员的阻止就往楼上走去 看到傅盈盈的反应绿茶露出了得逞的笑意 看到苏南傅盈盈脸色一僵完全是意料之外 秦渔冷吃一声 我当时谁呢这么没素质原来是傅小姐 傅盈盈被嘲讽气得咬牙切齿 呵原来是你们难道二楼被你们包了吗 凭什么不让人上来 秦渔反怼就凭我们乐意啊 管得着骂你 乔婉柔上前看到苏南笑了笑 好久不见了 苏南 苏南一直垂眸根本就没搭理她 秦渔又了一声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那个小山吗 气氛一时甘大店长见状上前劝阻道 楼上是这两位女士先来的 能否请你们二位下楼稍等 傅盈盈不愿意了 凭什么让我们等 乔婉柔开口说我们都认识不如一起看吧 看到身后的模特身上的成衣展示一般只对VIP以上的客人提供 正好有机会欣赏 苏南应该不会介意吧 苏南吃笑一声的站起道 我介意啊 因为你的呼吸会打扰到我的心情 听到这话乔婉柔瞬间阴沉着脸全身僵硬看着苏南 见绿茶吃扁情于哈哈大笑 听到眉还不滚下去 乔小姐 你什么档次也敢来蹭我们的光 文言店员请他们去一楼挑选 傅盈盈很生气 心想苏南这么做和当众打脸有什么区别 不争馒头还争口气 更何况还是当着苏南的面 于是她大手一挥 我有的是钱 苏南要的衣服我都要了 现在就让他们给我从这里滚蛋 苏南笑了笑 店长 既然傅小姐喜欢 那就把我刚才挑的衣服都给她包起来吧 希望傅小姐不会因为贤贵想退货 傅盈盈一听简直就是在挑战她的底线 退货 我买的东西就是扔了也不会退货的 你一个靠男人包扬的穷酸女竟然敢质疑我 殊不知她的这番话已经被苏南用手机录下来了 她笑了笑那就好 苏南将录音发给店长当证据 要是傅小姐反悔可以找傅家要 傅盈盈笑了笑 我堂堂傅家大小姐会连几件衣服都买不起 苏南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吗 苏南跟秦宇笑了笑 咱们走吧 看来今天是选不上什么合适的衣服 见苏南走了两人满眼得意 下一秒店长拿着苏南选好的清单递过来 傅小姐一共是消费六百四十九万 请您过目 轰隆一声 傅盈盈脸色一江震惊不已 什么 你说多少 我们期待已久的男主角终于出场了 他俩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夜晚苏南带着闺蜜来参加宁知了的服装大秀 宁知了赶紧拉着二人去后台准备 苏南疑问要准备什么 宁知了调皮的笑道 准备你的美貌 这时主持人宣布秀场主角即将闪亮登场 秦玉作为开场出来 她身穿一身可爱公主风自信的走来 主持人介绍说本场走秀的主题是星河与我 在设计师理念中 每位女性都是星河中独一无二的星座 她们可以是公主 是女王 是骑士 甚至可以是平凡的尘埃 只要她们存在极为星河万里 领知了身穿一身骑士风又美又洒 台下的傅盈盈与乔婉柔都震惊不已 主持人为大家介绍即将隆重登场的最后一件礼服 先后座 苏南身穿先后座礼服出来耀眼夺目 神秘 高贵 严雅 象征着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女王 台下的傅盈盈直呼这件衣服好漂亮啊 虽然离得有点远看不清模特的脸 但是她身材好棒啊 太美了一会儿我一定要找她喝个饮 苏南从容淡定地走着 停着 华丽地转身一举一动尽是风情 此时坐在角落的男人目不转睛地看向苏南脸上露出了欣赏的笑意 秀场结束后傅盈盈拉着乔婉柔来到后台 她不停地赞叹最后压台的那个模特真的好漂亮 要是她嫁给他哥的话该多好 一旁的绿茶尴尬地笑了笑 咦 模特圈子里很乱的 陪酒陪睡什么都做 这时琪玉听见二人的对话转身 这么瞧不上我们那就别来啊 谁邀请你们了 看到琪玉傅盈盈也是很惊讶 怎么是你 琪玉上下打量着两人无嘴笑了笑 这不是我们苏南不要的衣服吗 还真被你们穿上了 两人被现场打脸气得咬牙齐齿心有不甘 傅盈盈冷哼一声 我不跟你计较 我是来找穿先后座的模特合照的 琪玉又了声 喊到苏南 他们说要找你照相爱 苏南看到白莲花与绿茶一脸不屑 我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跟我合影的 二人都震惊了怎么会是你 为什么是你 见到苏南傅盈盈脸都绿了 我才不想跟你合影呢 只会拉低我的档次 我可是富士集团的大小姐 你不过是被我哥扫地出门的女人 听到这话宁知了赶来不悦的说道 富士集团的总裁我都没给入场劝 你一个大小姐算什么 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 两人识别无话可说 苏南不想他们坏了好心情 就拉上琴玉之聊走了 傅盈盈不服问苏南她凭什么进来 宁知了转头告诉她 就凭她是这里的老板 文言二人震惊了 苏南转头告诉他俩现在可以滚了吗 二人气得直跺脚 苏南看到角落里有记者并得知苏南是事儿的老板 苏南择了一声 心想要是被记者缠上就麻烦了 见记者追上来了他们三人分头走 苏南急匆匆地从男人身旁走过 下一秒却被男人一把拉进了房间 苏南震惊地看着男人刚想开口 却被男人示一小点声 这是门外的记者正从门口走过 两人四目相对 苏南想说什么男人的手指就附上了他的唇 女人被陌生男人壁咚在墙上 而他不仅没有反抗 还羞红着脸心跳加速 这是门外传来的记者的声音再去那边找找 走 男人深情地看着他 而后退了两度开口道 他们走了 苏南尴尬地到了声息 而后伸出手介绍 我叫苏南 你呢 男人轻轻握上他的手 淡淡开口表示不过是顺手帮忙而已 苏南有些不悦 名字都不肯说这人有点冷淡 男人为他打开门 还不忘提醒他回去的时候 小心些记者可能还没走远 苏南恩了声就离开了 男人定定地站在那里 看着苏南离去的背影 看到苏南秦渝问他刚才夺哪去了 苏南说有个奇怪的人帮了他 秦渝立马化身吃瓜群众开始八卦起来问道 那个人长得帅吗 苏南笑眯眯地回答 帅 是我喜欢的类型 可惜人太冷漠看着不好相处 两人说说笑笑完全没看到傅叶川已经走近 傅叶川开口道 苏南 文言两人瞬间变脸看着他 秦渝择了声他怎么也来了 傅叶川开口问道 苏南 听盈盈说你是事儿的合伙人 什么时候的事 苏南冷沉着脸告诉他 我的事情用不着跟你这个前夫报备吧 这是不远处传来的傅叶盈焦急的声音 宛柔姐你怎么了流了好多血 三人同时看去就见傅叶盈扶着柔弱的绿茶 傅叶川问道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傅叶盈解释刚才宛柔姐看见你想跟你打招呼 结果一转头就见他摔在地上流了好多血 绿茶只不过额头擦破一点皮而已 却装作一副痛苦的快死的模样 苏南转身叫上情愚 我们走吧我想回去休息 刚走却被傅叶盈厉声喊道不行 你不能走 宛柔姐失血过多你走了谁来给他输血啊 一旁的众人都在议论原来传闻都是真的呀 苏南不过是瞧宛柔的一栋血裤 傅家这样做也太没人心了吧 苏南愤怒地瞪着傅叶盈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傅叶盈吃饼后说道 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 只是一点血而已 你又不是第一次献血 苏南一个眼神扫过去 他的死活与我无关 小于我们走 这时傅叶川开口了 苏南 你得留下来帮婉柔 听到这话苏南阴沉着脸笑了笑 要我帮他呀 他转头一把扯住绿茶的头发狠狠摔在地上 绿茶吓得尖叫 叶川 我好疼 傅叶川一把扶起绿茶怒吼道 苏南 苏南告诉傅叶川 我可没什么慈悲心 再敢打我血的注意就别怪我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并告诉他我是没有当绿茶的天分了 希望乔小姐有命活下去 秦渝更是说他们脑子进水了 但凡长了眼的都能看出来乔婉柔在演戏 傅盈盈更是气急败坏指着苏南一顿谩骂 苏南却直接无视白莲花 秦渝则拿出手机说报警吧 省得某些人反咬一口乖到我们头上来 见状乔婉柔言查语道 盈盈 别说了苏南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 傅盈盈气得全身颤抖 她算什么救命恩人 不过是陷了点血而已 绿茶全身颤抖倒在傅叶川怀里 叶川 我好难受头好晕 渣男心疼不已 苏南 人命关天你难道要眼睁睁地看他难受吗 苏南紧握手臂心想居然还想道德绑架我 这是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 傅先生连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吗 还要求助别人 众人纹身看去都震惊不已 男人来到苏南身旁眼神冷利道 傅先生希望你能明白 苏南已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同样也没有任何义务 苏南抬眼看着原来是刚才帮了他的男人脸色不由地红了起来